來看的話 它一年的預算 103年度17.6億 105年度18.6億 這是公共電視 客家電視台 它一年的4億多 那原住民族電視台 一年實際上 運用在原住民族電視台的 預算只有2億多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 我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管機關 以及我們各位委員 能夠給支持以上 我們繼續請 陳委員歐伯說明提案要指 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今天列席的NCC所有的同仁 今天本席提出來 有關於這個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64的修正 事實上有它的急迫性 大家知道去年12月18號 廣電視法修正 是在蒼茫之下 造成一些 對整個廣電視法的內涵也好 跟 所通過的條文大家不是很了解 事實上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那業者他們認為說 不大可能會通過 結果我們就通過部分 我們認為要趕快通過的部分 所以相關的配套措施 在當時就沒有討論到 所以我今天特別針對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64條裡面 提出一點說明 也就是說修法之後 原來按照有線廣播電視法第38條規定 經營購物頻道 它必須取得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或其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執照 這個是一個配套措施 這個是配套措施 這個是配套措施 所以今天如果不處理的話 六個月之內 這些所謂的購物台 有數萬個員工 他們將面臨失業 那這個是一個 顯然是一個陸法的疏漏 所以我多次跟我們NCC商量的結果 大家認為說 這個是法是立法院來通過的 所以你當由立法院來提出來 我個人的接受 錯就錯 該修正就修正 但是我很遺憾的今天 連帶我的法 其他三個法案都一樣 你們都要維持現狀 那我們今天這個會也不用開了 你們也不來說明 然後就維持現狀 也不來跟我聲明 之前跟你溝通的 大家有默契的 我才提出來 結果你今天沒來說明之前 我看了資料 維持現狀 我覺得 NCC不是這種態度 來對待我們立法院的 交通委員的委員 我們有誠意跟你事前溝通 對不對 說一套 現在要做一套 要變更了 變臉變得太快了吧 跟我們商量一下 我再次強調 這個修正有它的必要性 跟它的迫切性 這個是為了營營眾生 數萬個員工的生計 對不對 不是我們一張紙 一個條文 叫人家都回去吃自己 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NCC裡面 今天要加把話講清楚 待會兒執行的時候 我會針對這邊 好好跟你討論 那我也請各位委員 本委員的所有委員 大家支持 這個是 大家一起來努力 不能說 這個NCC說 四個法不修都不用修 維持現狀 那這立法待多 感謝拜託大家 謝謝 剛才那個陳委員 歐柏提出來的 我想施主委 因為這裡面法規上衝突 第38的規定 所以請NCC這邊 剛才有委員問我 今天要不要處理 處理但是我們行政部門 很像傾向不處理 傾向不處理 還是維持原案 剛才陳厚伯委員講的 也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影響到 四萬多員工的生計 尤其黨政軍這裡面 說退出媒體 所以我想請NCC這邊 再好好等一下 你們再研究一下 好不好 我們中場休息的時候 大家再溝通一下 讓我們對每一個委員 所提出的這種提案 要表示重視 好不好 我們接續請 賴世保委員說明提案要職 賴世保委員不在 請劉委員趙豪說明提案要職 劉委員趙豪不在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司主委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感謝各位委員這麼關心明末 剛才陳委員也提到 我們在行政機關的初步立場 我必須誠實跟各位委員報告 我必須誠實跟各位委員報告 這確實是業管單位 從行政執掌的角度來說 提供給各位的第一個參考意見 我們待會看法案可以做比較 怎麼務實的處理 可能我們要比較仔細的討論 有關於書面文件 已經有部分 我在這邊不重複跟各位說明 我大概簡單的 跟各位用口頭補充以下幾點 第一個有關於 有限廣播電視法裡頭 從業者所徵收的基金 有三大部分的用途 一個是由地方政府 用於跟本法有關的一些建設 第二個是捐贈公共電視基金會 第三個是交由中央主管機關 執行跟本法有關的事項 這在基金成立以來 就是以如此之規定 之所以後來有停止捐贈公事 是因為公事法 有配套修正它的裁員 朝向比較穩定 橫長的方式去做調整 所以等公事的裁員 調整完俊之後 這邊的捐贈公共電視的部分 就停止 原來是兩邊相互對應的規定 當然就鄭委員所提的一個內容 是希望能夠穩定 包含原住民族電視台 跟客家電視台的裁員 不過在這邊跟委員報告 一則有關於政府設立 跟公共電視等相關公益電視台的裁員 是專法上予以規範 讓它的裁員更為穩定 第二個是關於有限廣播電視基金 這是隨營業額而提撥的 根據現在數位匯流的發展趨勢 其實有限電視的收入部分 逐年減少 它整體產業的收入 逐漸的移向所謂的寬頻上網 所以相較於政府穩定編列的基金 反而是一個會不斷萎縮的收入來源 這一點特別跟各位委員做背景的說明 至於陳委員剛才所提的衛廣法64條的修正 這個條文本身原來就在處理有關於 所謂購物頻道 一直都以系統的自營頻道方式 勉強規範的一個實況 在NCC提出廣定三法修正案的時候 這是應該在第七屆立法委員的時候 一直到第八屆立法委員審查通過三讀 原來這個條文本身的問題不大 但陳委員很精準的點出 因為廣三法裡面的黨政軍條款 全部都沒有修正 仍然是保留一股都不准持有的形態 所以會讓從這個系統自營頻道 轉型成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事業的 所謂的購物頻道就產生很大的障礙 因為他原來不受原來衛廣法黨政軍的規範 但一旦轉型之後 因為黨政軍條款沒有修正 所以他反而被約束 因此在設立上有障礙 那才有這一方面的提案 那確實就陳委員的考量來說 他有他這個很特殊的 新法公佈事情之後的一個急迫性 那至於待會該怎麼去處理 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討論 那陳委員也提到 其實在有限廣播電視法的 第38條有個對應的條文 就是有關於自營頻道的規範 如果不做一併配套的調整的話 可能單修衛廣法他的頻道 可以發揮的實益有限 那或許我們等一下在法案審查的時候 可以一併處理 那至於賴委員跟劉委員所提的兩個方案 本會向來贊成有關於這個台灣的寬平基礎建設 應該要承鄉均衡 而且我們也再提過 如果在這個偏鄉建設部分 有穩固的裁員的話 才會持續的推動在沒有商業效益地區的 基礎網路建設 這一點我們向來贊成交通委員會的看法 我們也在這邊表達過很多次了 那至於這條文的具體的安排方式 當然從政府整個體制的角度來思考 行政部門難免會希望說 還是以現行的預算法令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這一點是各位在審查的相關參考的 行政機關建議裡面 可能會跟委員的其他一點落差的背景 那以上我就口頭蓋要的說明幾個委員的提案 行政機關審查的對應意見 待會審查的時候我們會協助大院的委員 就相關條文要做怎麼樣調整 會有進一步的建議 謝謝 好現在進行巡答 先宣告以下四項 巡答時間本會委員十加二分鐘 其他委員會委員六分鐘如期延長 提出後得增加一至二分鐘 那麼我們暫定十點三十分休息十分鐘 委員發言登記於十點鐘截止 各委員如果有提案請於十點三十分前提出 以便議事人員會整 中午原則上不休息 請工作人員準備便當 好我們現在請登記發言第一位置 政委員寶欽發言 主席我請那個施主委 好請施主委 好請那個謝處長 謝處長 委員長 主委長 是 主委辛苦 不敢 現在這個歐伯提這個案 這個實際上是要解決整個社會問題 我想他們大概大概四萬多個工作員工 還有其他的供應廠商都會說要牽連 所以在這方面有沒有我們的國家通信委員會 有沒有提出一個解決之道 當然歐伯提出來延長四年 那麼四年會造成一個很多不確定性 那麼這個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這個問題 讓他們可以繼續經營 然後又在不完法律的規定之下 是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最主要的關鍵仍然在於 剛才跟委員們說明的背景 就是在從所謂的系統自營頻道轉型成為 衛星節目供應事業的過程當中 要重新檢核他有無黨政軍投資等 負面表列的這個不該出現的資格 那以至於他在喚發衛星節目供應事業執照的時候 那這一關的審查可能 光是刑事審查上面就有些障礙 那我們在這個1月6號公布廣電三 總統公布廣電三法 那開始施行的時候就開始跟各業者溝通 其實呢有幾個不同的解決方案 當然陳委員提的一個方式是比較全面性的處理 那比較個案式的處理呢 是我們跟業者已經溝通過 他其實可以設立一個沒有任何黨政軍一役的法人的方式 來做頻道的深色 那當然對於很多的經驗者來說 他們認為這是額外的這個手續跟成本 但並不是完全無解 因為很多的頻道在深色的過程當中 也會就這個投資來源呢 會不會在哪一層會有黨政軍齊果一例都已經有處理 我們現在通過將近三百個頻道呢 大概都有類似的一個經驗 他們都會做到最後完全符合法令的要求 不是 現在就是說 你現在電話它只要符合你的規定 是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式 這個不是國家發展的未來一個希望 我現在講說 我們現在講黨政不可以黨政 當然軍也是屬於政府的一部分 黨政不可以投資 結果黨政不可以投資 我們不是去耶穌黨政單位 而是耶穌經營者 那麼我是一個經營者 我根本就不知道股票上市誰來買 我都不知道 確實如此 結果這個造成了非常大的混亂 我想我們在這個匯率無法裡面 是不是有想辦法要把這個 從耶穌經營者改成耶穌黨政的單位 是 跟委員報 確實在匯率無法裡面的立法進程就是如此 因為廣播電視跟所有其他百頁一樣 都是集結很多的資本 很多人參與經營 也僱用很多的工作人員 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 那麼問題來源在於 政黨之間的公平競爭 會不會用媒體等等的事業 去擴充它的影響力 這是真正問題的核心 所以約束這個投資人 跟他的政治競爭活動 才是問題的核心 而不是約束被投資的事業 然後綁死這些經營者 跟工作人員的一頁自由 不是 主委 你現在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有沒有考慮 現在開始 我們就積極朝著 來 要管制政府跟政黨上面走走 是 確實應該這樣子 應該這樣做 是吧 對嘛 要不然我是一個 我開家這個公司 我是一個頻道經營者 我根本就不知道誰來投資嘛 確實 那你只要講說 有一個黨跟政他要修理我 我就投資 你一點點的股錢 你就不能換照就不會過了 所以這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對 好 那麼在還沒有修法之前 像這個購物台 產生要換照沒有辦法過的問題 主委你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來處理 目前其實在廣電三法呢 就保留了六個月過渡期 就像這個陳委員所提到 六個月過渡期 顯然就很多事業來說 它的轉型沒這麼容易 那所以呢 才會有現在提案呢 要把這個問題做合理的解決 那我應該提到最重要一件事情 其實黨政投資媒體 應該從源頭處理 但源頭處理 似乎要更大的政治共識 那這個政治共識形成之前 可能全面的修改法規有點障礙 所以如何在這障礙解決之前呢 務實的解決的問題 似乎就是今天 委員提案要解決的問題 是 那你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你是這方面的主管 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不敢 這個主管上面我們 剛剛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很早就跟這個業者溝通了 就是在法案這個公告施行的時候 我們就說有六個月期間 要趕快完成這個組織的轉型 那顯然組織的轉型 對很多經營已久的購物頻道來說 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顯然這個時間已經慢慢 接近這個告終的時間了 現在是五月上旬 接近中旬嘛 那到七月上旬呢 那時間就用完了 所以大概只剩一個半月的時間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來不及了嗎 有沒有機會給他延長一段時間 讓他處理這些問題 跟委員報告這個 有些政策的妥當性 確實可以從立法的層次去考量的 大概多久時間 他們可以做好 跟委員報告其實 一估會理無法在多久之後會通過 你會理無法是把這個排除在外 是不是 我們希望救援解決黨政投資媒體 導致於政治競爭不公平的問題 所以那是通盤解決問題 那是中長期的解決方案 那目前可能需要一些短期 應急的一些措施 那有什麼應急措施 我在聽你的 跟委員報告這個 其實有一些做法 不是沒有人試過 但是似乎某一些媒體或政治人物 會極力踏法 因為有人試過之後已經被公開譴責 大院也通過決議要緩議這些案子 所以顯然以大院的立場來說 不方便在個案上另做調整 當然這不是個案 這是通案 跟委員報告 這之前有個案被大院譴責的 我想說 我們這大概通過就是通案 而不是個案 個案我們不處理 是 確實 立法不方便處理個案 要通案 程式找解答 那可能的方案是有幾種 確實在油管法修正過程當中 我們應該也注意到 因為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的這個執照效期 本來是9年的 後來我們對應那個 這個 匯流無法裡面 關於有這個 固網的經營期限的延長到12年 所以呢 等於在這管理商法通過之後 它大概還有這個 12-93年的一個調適期 這是在油管法修正的過程 我們看到的 但是有線系統 因為它資本額比較龐大 然後通常也會涉及 基礎建設跟平台上面的維護 相對於頻道來說 是比較複雜的 那剛才委員說 四年或許太長 那可能它的調適期 要依照實際情形 做比較合理的一個調整 你認為多久是合理呢 跟委員包含 其實它前面已經 它前面已經調過六個月了 對 那後面再給它 多少時間可以調好 包含文 這我很難跟您說 如果以我當老師的經驗 如果要學生可以緩交作業 他們一定又下一次又再延長一次 但是這個啊 你現在不處理會出現大問題 你也知道啊 是 所以 跟委員包含 其實比較好的是 老師一開始要求作業就比較合理一點 所以 表示你當初要求辦人是不合理的 包含文不是 是黨政軍條款不合理 黨政軍條款不合理 因為一股都不行 而且任何一層 直接間接都不可以 我想這個要朝著方向來修法 我想這慢慢大家會起得共識 是 因為大家知道這段時間 就產生很多問題 我再請教你一下 是 現在有點麻煩 就是我們現在電話有2G 有3G 有4G 是 那這個他們的速度啊 都不太一樣 是 那現在由於設備啊 造成很多 設備上的浪費 甚至於就是沒有辦法 同步來改變 是 這個我們的NCC 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策略 各位報告 這是很難免的 因為我們 按照技術眼鏡 開放不同的業務項目 所以呢 2G是一個業務項目 3G是一個業務項目 4G是一個業務項目 那歷來開這種業務的方式 都綁死在它當時的技術條件 以至於由委員該所說的情況 所以我們在最近那個 開4G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把它調成了 以後不管什麼業務 全部都會叫行動改名業務 而且呢 都會用新系統整合舊系統 然後把舊系統全部升級 對 我們已經開始調整方案了 但是呢 我跟剛才所說的 在2G呢 就是GSM系統呢 確實有它在調整上面的一個限制 那因為它原來是用來傳語音的 它原來的數據量很小 就以前的最多到那個什麼圖連 檢訊的 那到3G的時候開始可以上網 但是它速度很慢 它現在整到4G之後呢 用高速網路去提供服務呢 就會慢慢的升級 那所以呢 比較合理的方式 不要再根據技術種類去開業務 所以以後我們大概都會用單一的業務名稱 然後隨著技術的進步 讓業者可以不斷把網路升級 它增加頻寬之後速度就可以增加 所以我現在其實因為我們就造成這種這些現象 造成了我們比如像我們這個通知這個地震 結果你看到有的是等了10分鐘以後才接到 有等了兩天才接到 這有沒有辦法去處理跟解決 我們會去了解問題所在 我個人覺得很奇怪 報告委員 我週末在花蓮有凌晨經歷到不小的地震 我沒收到任何簡訊 對啊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是出了問題嗎 有的甚至於就是說通通受不到 像你的通通受不到 我沒收到 我有兩支手機都沒收到 對啊 所以這個你是身為主管單位 就應該去想辦法去處理這些問題 其實我一上班就開始了解這件事情 目前可能會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可能會是在信號源 就是中央氣象局跟政府的CPE平台上面 它信息怎麼安排的 第二個我們會去了解說 從業者的那一邊的網路呢 怎麼到手機的這個路徑上 我們去了解到底具體技術問題在哪裡 所以第一個當然出現問題是在氣象局嘛 對不對 我們要去了解 因為這一次地震並沒有超過五級 那訊息有發 但是顯然發的不完全 發不完全 第二個當然就是發的那個 頻道出了問題嘛 是不是 這兩個 我希望能夠讓 尤其我們主管單位 對這些事情 都要充分去理解跟了解 是 那我想啊這個 今天 這個我們提了很多案 我看到我們大概都會很保守態度 認為不適合通過 是不是請我們相關主管單位 下去之後好好研究一下 例如我們謝處長 好好研究一下 到底要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 那我想啊 也不要讓 因為我們政府的措施不穩定 或者是我們立法出的問題不周延 造成的業者跟我們所有的這個 就業人口的 發生大量的這個事業的現象 這我們不樂意看到 這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的不利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接續請鄭天才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有請司主委 主委 主委長 主委長 是 剛才也做了說明 有限廣播電視法第45條的規定 這個 我們是看到了這個 這個 這條條文的不平等 雖然 這條條文的一個制定 是比較早 但是當我們發現 這個我們有關 原住民族電視台的預算 客家電視台的預算 尤其是公共電視台 預算的編類 這條文的這個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 就看到非常非常的不平等 那如果是從我們這個法律來看 更是不平等 所以 當然本來應該要事實的提出 尤其是 作為主管機關 事實的提出 當然你們有你們的考量 主管機關有主管機關的考量 這個 如果你是原住民族电视台的负责人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预算的编列 我先把预算的编列让你了解一下 公共电视台一年的预算 这个105年度 18.6亿 18.6亿 当然包括这个条文所提播的30%的部分 每年政府就是文化部那边就要编列10亿的经费 加上这个还有其他的 它有18.6亿 一样是电视台 一样是24小时 它不会变成24小时再增加 不会吧 主委是不是 一样是24小时运作 而且就我所知公式并没有24小时都出新节目 对嘛 原住民族电视台 两亿多 虽然研民基金会是4亿多 但是它的 研民基金会的 所要执行的业务不是只有原住民族电视台 还有别的文化事业的方面 所以两亿多 如果主委你是 你企业要卸任 如果哪天你当了负责人怎么办 我没有喇叭股息女士这么优秀 所以大概没办法当负责人 好 这个你客气了 当然太小了 这个太小了 执行长太小了 没有大学教授 董事长你也没有资格 因为董事长要原住民了 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你知道原住民族有几族吗 17族 16族 好 八千 16族 16族 方言别有40几个方言别 42个方言别 42个方言别 就是因为预算很少 无法因应 所以有关主语的 新闻的播报 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严格讲起来 24小时 我们是会不够的 因为光16个族嘛 对不对 我们希望七点新闻 能够 很多个七点新闻 但是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但是 我们会想办法克服 但是因为这个预算这么少 然后我们的记者 都要上山下海 对不对 上山下海 不然的话你去问其他的电视台 我们就讲公共电视台好了 你回去可以调查一下 公共电视台 他一年会去兰宜几次 对不对 会去立岛几次 这个部分一选可以比 然后他会去我们的原乡部落几次 所以那个经费的支出 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去比较的 所以这么少 请问一下这个主委 这次修正 这次修正 就是今年修正 营业修正发公布的这个第45条 行政院要停止实施 提真正给公共电视那个部分 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上面说是要有行政院公告 那最重要是要搭配公式裁员的一个调整跟改革 怎么样 所谓的搭配 表示他们也永远不足 他们一直认为不足 因为公式法会修正他们的裁员 那会做整体的规划 所以等那个方案落实了 这边才会做日落 这边只是搭配性的条纹而已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行政院是有可能很多年以后 才会实施的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现在要修这个法 让原住民族电视台 还有客家电视台 也都能够分享 第四十五条立法的目的 因为第四十五条立法的目的 当初会有这个第三款 就是为了给公益性的电视 那当初可能还没有这个野民台 还没有客家电视台 这样的条文 主委是不是您的勉为支持 各位文报 确实在源头上 当时是有公式节目制播小组 有线电视在成立初期 内容非常的缺 所以很多的内容都可以自动成为 所谓当时第四台的播报的内容 所以才会有这个 第四台系统业者 竟然用了这个无线的资源 所以有B站 然后用了公式制播小组的节目 所以就要捐赠 这是对应的关系 那其实到现在呢 有线电视已经变成一个宽屏 多频道的一个平台 它其实提供了 是有一百个以上的频道的收视 那么它其实现在 很多的内容在这平台上 都是相互竞争的 以现在台湾民众 每天花两个多小时 去看电视来说 除在一百多个电视台里面 其实现在每个电视台的收视率 都很难过五 那大概都过一 都是很不错的收视率 所以其实每一个频道 可以贡献于整个平台 收视内容的比例 跟以前的关系完全不同 这是为什么 现在有线电视系统 这个平台上 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动 而且刚才我也在补充说明 就是有线电视系统 现在其实收入的结构 慢慢在改变 最大的收入 开始都会变成 所谓的宽屏的闸口 以后像是家庭的IoT 物联网 包含智慧的冷气 智慧的冰箱等等 都会是以后很重要的 平台的业务重心 那视讯呢 这样的比例越来越低 这样那个 那个你都讲过很多次了 是 但是现在原住民族电视台 刚才你讲那个 都有很遥远的距离 是 对不对 有很遥远的距离 非常非常遥远 在谈原住民族电视台的时候 你就不要谈那个 因为那个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更气愤 对不对 对我们来说更遥远 更是我们的痛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在谈原住民族电视台的时候 我们那个是我们要努力 你们也要努力 我们国家要努力 大家要努力 没有错 所以这个部分 请主委能够在三十 能够给支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未来 未来 百分之三十 要停止试用 对不对 未来停止 不管是这个 公信的三家电视台 如果都停止试用的话 也就是说你这个百分之三十 由中央主管机关统筹的那个部分 不要忘了原住民族电视台 我已经说到重点 为什么那个给公事的捐赠呢 变成中央主管机关统筹运用 我应该有注意到 本会业务里面 有一个部分 就是用有限发展基金 做偏乡建设 我们去年在花东离岛是重点 那我们在花东离岛的补助案 都是其他县市的数倍以上 从建数位头端到宽屏网路建设 包含进入原乡等等的宽屏节点 这都是用这笔钱在做的 如果不把这个建设费用增加 而直接做内容的话 我相信 那内容也没有办法 透过宽屏的平台进到加户 最后还是要用卫星 进入这个原乡跟各个部落里面 会很可惜 所以这个未来这个百分之 中央主管统筹的部分 务必务必拜托 这个主委虽然 这个你就交给我们的 交接给未来的主委 一定会 好不好 而且我住在花莲 我很希望花莲的建设 也可以赶上西部各县市 好 其次 这个我们在这个场合 谈了好几次 这个 老外国姓 来请一下 来 请老外国姓 简单讲一下 中新一号即将在今年的十月停止传输 圆明电视台的讯号 会受什么样的影响 根据这个 圆明会跟中华电信的数字 大约会有四千到一万户的 偏乡的族人朋友 可能会看不到圆明台 所以你们打算怎么应应 我们现在的应应方式就是说 我们希望透过地面波 就是在公共电视的 无限数位频段里面 去传输原住民族电视台的 节目内容 好 主委 主委 我们在这里场了很多次 到底有什么困难 这个是共同他努力的目标 我们就这个没有增值 这是应该达成的目标 但是现在 这个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合 有关公共电视的一个营运计划 送到你们那边 你们还在研议 而原住民委员会 也正式行文给NCC 你们也行文了给文化部 是 还有行文了两次 主委 还行文了两次 了解 文化部都说没有问题 公共电视法那第九条条文 不是问题 是本会说没有问题 是本会说没有问题 文化部最后呢 在公文的说明 最后一部分说 人属本会职长 他是说公事的事情 仍然要NCC帮文化部解释公事的条文怎么运作 那我们认为这件事情 其实文化部就一事不劳二主 文化部就自己解释就解了 那本会也给这个原文会的回文写得很清楚 本会所主管的 无线电视事业要承接这个业务绝对没有问题 本会的公文写得清清楚楚 倒是文化部的公文写说 关于公事的部分要怎么适用呢 仍然是本会的职长 这一部分我们完全看不懂 因为公事法主管机关是文化部 他的意思很清楚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有限广播电视法 不得租认的这个条文既然被排除了 公共电视法的那条条文是一样的意思 也就是可以排除的意思 如果文化部完全照委员的意思写的话 我们非常好办事 我开会协调会的时候 就是这样讲的 包文我们收到的公文不是这样写的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无线电视公股处理条例第十四条 可不可以用 无线电视处理公股处理条例第十四条 播的部分 他委托他们去播 这没有问题嘛 法律有明文规定嘛 赶快处理 包文 那闲村那边是很困难的 公股处理条例主管机关也是文化部 对这没问题啊 所以不需要问本会 完全不需要问本会 那你就把公文退还给言明会嘛 他们自己就决定嘛 包文本会的回文非常简单 就是说 你们还没有回主管的无线广播电视 你们回了吗 我们回了 本会主管的无线广播电视事业 什么时候完全OK 什么时候发文了 还没有发了 还没有发文了 还没有回了 还在主委桌上 不可能 报文就是您 您上次跟到会来见主委 那个是礼拜五嘛 我们隔个礼拜一就发了 隔个礼拜一就发了 对那文化部也回来了 不是 我是说你们要回给言明会 对就是隔个礼拜一就发了 对隔个礼拜一就发了 对没错 言明会有说到吗 他们没有说到吗 那是不是那个主委 赶快请同仁传政到办公室 可以吗 报文这种行政事务呢 其实交给公务员处理就可以了 那我个人的议场非常清楚 本会管的无线电视事业绝对没有问题 我亲自批发这文的 如果没有出去 我一定会查哪个公务员在栏的 好吧 好 好谢谢谢谢 好我们接续请郑运鹏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首长大家好 那麻烦施主委 好请施主委 主委好辛苦了 今天两个议题跟主委请教 不敢 那第一个我们先请教的是 4G费率的问题 那如果主委有需要说我们的首长来 那你就直接 请我们一级主管 好没问题好不好 就直接请就好了 4G 主委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3G跟4G的账号数 台湾大概用行动电话的账号数 大概2000万人 这没有错 那现在进步到4G了 现在的3月的资料是3G600多万 4G1300多万 加起来1900多万 将近2000万人没有错 那主委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下一张 在4月25号的时候 这个各报头版很大 就是说4G的变相涨价 然后他要取消掉我们的那个吃到饱的方案 这个然后很多消费者跟消费者团体 都来抱怨说他们认为被养套杀了 养套杀是什么意思 这股市用语啦 先养客户 然后把你套住 然后最后坑杀 所以这个状况 大概都是从2G 3G 4G 都一直演变到现在 其实一再重演 所以4G的这种变相涨价 我不晓得NCC现在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业者 在把从2G转到3G 3G转到4G之后 然后费率再来改变 对于消费者来说 其实承受不足 主委您的对这个事件的观察是什么 跟文报这个 在4G业务推动的初期 确实业者推出 台湾民众比较习惯所谓吃到饱的方案 所以呢 我们确实4G的业绩成长也很快 文有的资料也非常精准 我们也注意到 4G的用户已经超过3G用户了 变成台湾最多的这个行动通信 4G现在是3G的两倍 没有错吧 还没有两倍 它很快就会交叉 然后成为最多的用户的使用方式 对 现在呢大概是因为这个 它变成逐渐成熟稳定的 所以所谓试用型方案都慢慢终止了 所以文看到的现在观察就是那种 限期优惠跟试用型都结束了 再回到比较中长期的那个自费方案呢 就是文现在看到的 好 那跟主委请讲 现在大概是两倍多一点 这个数据3月的时候应该没有错 不过倍数不是问题 现在问题是说 费率怎么样才不会让消费者 又再重演2G变3G 然后现在3G变4G的那种养套杀过程 让消费者GG了 用了4G反而GG 你知道意思吗 就是消费者被盾掉了 就是他被毁灭掉了 为了避免这个状况 我跟主委报告一下 下一张 4月25号的时候 4月25号的时候我们的发言人余孝成 余发言人他说 因为我们这些价格的管制 是因为要被认定是市场的主导者 才可以嘛 那现在我们的市基所业者 有没有被认定是市场的主导者 还没有 还没有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没有 下一张 这个是101年的时候 我们的前主委书恒 书主委 他针对3G第三代行动电信的这些业务 他有宣布了说 有几家电信公司是市场主导者 这您知道吗 那个时候的状况 那个时候的状况 大概3G的用户 大概也是1300多万人 然后被观察到101年的时候 7月才宣布 那所以现在我们刚刚的资料 是市基也到了1300多万人 那1300多万门号 他只会多不会少 这个您同意嘛 所以我们现在却没有任何动作 然后让业者这样子 这样子变相的涨价 让消费者无从适应 让消费者觉得被坑杀 那我们现在NCC的动作是什么 各位报告 这个不只是委员刚刚提供法规里头 所谓25%是在门槛 那它只是一个推定的要件而已 对对 这是你们的 法律上面没有这样规定 他只要达到这三个要件 没有错嘛 第一 什么叫市场主导者呢 根据我们的第一类电信事业的 资费管理办法 就是控制关键基本电信设施者 这应该都算嘛 第二个就是对市场价格有主导力量嘛 所以中华电信变了变相涨价之后 其他跟进 所以如果中华电信没有市场主导的力量的话 其他也不需要被怀疑 有联合垄断继续跟进的行为 第三个就是它营业额到25 25可能要观察一下 但是我们这个办法里面规定的是下列情形之一 这个其实至少是二了吧 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开始启动 观察谁是市场主导者这样的一个 跟文报在市场观察是持续在做的 我特别跟文补充的 从3G到4G呢 至少花了两年以上的时间 观察市场的演变 从2G到3G啦 你讲的意思是2G到3G 从...对 应该说2G到3G 至少观察两年以上 那4G呢 到现在呢 还是属于一种 还在变化当中的市场 一般来说 新兴市场立刻就认定有 独占力量呢 是比较少见的 新兴市场原则上是不尽快 主委请教 市场主导者是只有一家吗 还是它可以有两家 25%嘛 至少可以容纳三家 要看市场的实际情况 那 最特殊的是像2G 2G呢 因为呢 它很早业务就开始做稳定 而且甚至开始衰退 所以呢 它市场不是属于发展中的 不是所谓新兴市场 因此2G的市场主导者 做复数的公告 因为当时呢 多家条件非常接近 所以不止一家市场主导者 你知道你在讲历史的演进 对 反正对于消费者的 资费方案来说 每次都是这样啦 就是养套沙嘛 趁着技术进步的时候 然后去拉别人的客户来 然后套住你的之后 现在大家绑约 然后再来变换资费 都是这样嘛 所以我们现在 我主要 一般产业会说 这个叫做市场忠诚度 或是黏着度啦 不会叫养套沙 好啦 看消费者认定嘛 消费者会认为说 我被改变的资费方案 让我很不爽 然后我很忠诚嘛 现在的抱怨 就来自消费者 我现在只要请教说 我们NCE 现在对于4G这种状况 你们就完全不管他们费率了 或者说你们如果 跟3G一样 启动观察 就算观察两年 你也告诉大家嘛 对不对 还是说你要等5G 反正变动 新新市场 然后下一个 再来又是新新市场 永远的新新市场 这样消费者没办法接受 已经启动观察了 那个GG一般是玩game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现在这个速度这么快 不太容易GG 有一些排第四第五的 很希望这些消费者 被前三大GG 就换到这边来 所以你要去观察它 就知道说他们 这些把消费者养大了之后 然后再来处理 这个状况是NCEG 现在高速联网玩game 速度非常快 很流畅 不太容易GG 不太容易GG 那业者做得还不错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资费费率 对 反正不要让消费者GG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主管机关必须要做的 来 那下一个 我们跟上个礼拜 大家都有注意到 汇流五法 那汇流五法里面 那个主委 你也是随时可以请主管上来 没关系 这我们发现说 它竟然是未来食品 那未来食品 我本席所讲的 不是说它未来性很高 而是说它有一些部分 在法律上面 而且不只一部 它是未来食品 就是说 还有没有上市的 时间还没有到的 你们就把它写在法律里面了 我跟主委请教 那我们今天不谈技术 我们就谈未来食品的部分 未来食品是这个 这是104年的新闻 它竟然有效期限三年的 有效期限到2018年的这个 然后我们的新闻上面直接写说 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所以 食品的话确实会这样 因为食品标是有重视的义务 我们很担心法律会这样 那因为法律影响的层面比较高 所以如果我们精心所 精心规划出来的 匯流五法里面 有一些不符合现实的 或是未来的法律的话 我认为这个要注意 要请教一下NCC的态度 下一张 什么叫未来食品 什么叫未来食品 对于政党 党政均的限制条款 我们有两部法律 这两部它里面有定 一个是无线广播电视事业 与频道服务提供事业管理 有线多频道平台服务 对在这个 然后我们在第五条里面 写到了一预算法 就对于党政均这个条款 一预算法及政党法规定办理 没有错 我们这五部里面是这样 然后下一个 然后在有线多频道 这个主委您刚刚有讲的 第五条也是一样 反正对于党政均的投资 一预算法及政党法规定办理 没有错吧 那为什么我说这是未来食品呢 我想请教主委 预算法里面是限制政府 预算法里面并没有这一条 对不对 您应该研究过 预算法里面完全没有处理到说 政府的预算可不可以去购买媒体 跟你所属的下面的这些事业 预算法没有处理政府 这个没有错吧 你有没有提出预算法的修正案 但是政府每一笔预算都要 尤其公务预算都要依预算法的程序 当然 但是他里面没有提到 你们所谓的党政均 对不对 这是处理政府政党投资 有线电视多频道 跟上一个 无线跟有线频道 我会建议委员看 新政院审查通过的版本 会比较精准 那我们再看政党法 你知道现在台湾有没有政党法 研疫多年一直没办法通过 所以我们在我们精心设计的 汇流无法里面 去处理一个 研疫多年 没有办法通过的政党法 他说以后 如果我们汇流无法 大家很给面子 就在你的任内通过了 政党法还没有出现 我们的法律里面 会出现一个未来 未来法律 我只是说这是要跟新政府交接很重要的行丹 这是写在你们第五条里面 所以我建议委员看 我会建议委员看 行政院审查通过的版本 因为会比较精准 来 我看过了 会设计各部会之间的 行政院的版本就在这里 权限怎么样行使之后 主委来跟你请教一下 还好我有看 我直接可以念给委员听 好 来 凡主委 看你的版本 跟我的版本一样 他是说 这是依政府及政党投资相关法令办理 依政府及政党投资相关法令办理 所以呢 如果有这个法令 就依这个法令 没有这个法令 就依现况 那好 那你写的是政党法 对不对 不是你刚刚讲那样 来 我跟你报告一下 政府或政党投资相关法令办理 这是行政院最后审查通过的 现在都没有 现在也没有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也没有政党法 主委我跟你请教一下 您的政党法里面 就行政院版的 你应该有参与吗 我没有 我没有参与行政院版的 政党法人 如果我念得不对的话 这应该是内政部或是中选会 这一步就是我们行政院版 2月1号所发文的政党法 您讲的政党法应该是行政院版 应该是行政院版 不是其他政党版 第23条是处理的党政均条款 第23条写什么呢 政党不得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 并不得从事第19条第4款 规定以外之盈利行为 第19条是什么 就是它党费的来源 经费来源 所以第23条里面 处理的不只是媒体 不只是电视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来说 政党是不得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 您刚才所讲到政党法是 争议多年过不了 但是有它的困难处 有它的政治考量 这个您也不否认 所以这边限制了所有的 经营或盈利事业 是因为这些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不认为 现在的政党 所以现在的政党 大概就是现在的政党 国民党 他们也透过其他方式 卖给别人了 或透过其他方式 间接持有了 那我们现在不谈国民党 但是它已经限制到说 这是未来的政党法 我不知道会不会过 第二三条里面说 不得经营或投资任何的盈利事业 他不得投资任何的盈利事业 这个就大事大条 媒体可能还在处理当中 因为我们本来的救治里面 就有处理到这些 只是他们很 还没有出脱 但是他有其他盈利事业的话 你觉得有盈利事业的政党 会放掉吗 这个就是争议来源 政党法说不定过了 23条被拿掉了 所以23条被拿掉了 在我们汇流五法里面 这两个法 有限多频道跟有限无限法里面 这一条形同巨文 因为他没有政党法 那这样你们怎么解释 这个未来食品很可怕 刚才我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 媒体只是被投资的事业 政党彼此之间公平竞争 要自己定公平的游戏规则 这才是问题的本源 这是一个是为什么 政党法一直定不出来的原因 我一直很希望 台湾的政党为台湾的民主负责 定一个好的公平的游戏规则 主委你在讲说媒体是被投资的事业 在过去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 他们的斗争结束 所以很多一部分是 他们认为宣传输了共产党 所以他们不是去投资媒体 而是他认为说媒体可以控制人心 这个在过去的历史是这样发展下来的 只是他有可能在现在里面 很难去处理他目前拥有的财产 然后在其他的法律被约束 但是他处理不掉 今天在讲的 刚刚其他委员在讲的一些 购物频道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跟主委最后一点跟你请教 党政军条款你们把它放在 当作未来食品 放在未来政党法去处理 未来有可能有政党法 也没有这一条 限制是什么 我跟主委再说明一下 你应该很清楚 现在的制度 您认为可能不太合理 下一张 现行的条文在广播电视法里面 他是处理到党政军不得 公职人不得投资 不得捐助也不得经营 甚至他处理到什么 甚至他处理到政党政务工作人员 然后政务人员跟公职人员不得投资 然后他们也不得去经营 甚至有处理到人喔 那下一张 在有线电视法一样 大概都是这样的精神跟内容 可是在我们精心设计出来 这个惠留五法里面 却把这些 现在已经争议多年 二十几年来 大家努力的成果 你们就把它放在 不存在的政党法 跟没有写到的预算法里面 这些条文 我当时有参与曹尼 这个二十几年来 我知道是怎么经过的 对 台湾民主也正在转型 现在人家正在讨论说 到底政府要不要 就这个视讯媒体的发展 要扮演更大的角色 要不要比照欧洲国家 去承担起很多 建立平台跟集结内容 让民众看更好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时代 我不知道这个执政党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你刚讲的观念 我可以接受 那为什么就不直接 定在你们的惠留法 惠留五法里面 你去把政府 我再跟委员说一次 这个是下游 必须要看 到底政党之间公平竞争 要用什么游戏规则 要由民主政党彼此 平心静气的好好谈谈 那你也可以把那一条 就不要写政党法出来啊 你可以在这边协商 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谈 所以我们后来调成 政府跟政党 投资相关法令办理 主委 依照相关法令办理的话 您的态度就很清楚 你就把依照相关法令 把它写在里面就好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从媒体法反向约束 政党之间的竞争问题 这一点呢 是政党自己最专门 所以交由政党之间 平心静气好好讨论 您是学法的 我们真的很少见到 几乎没有见过 在我们提出来的法律版本里面 去提到未来的法律 这一点才是问题 这是国家法 该有的合理规范 未来食品 如果以后我们的行政命令 以后我们所有的法律 都去定一个 都去定一个 根本就不存在 没有通过立法院决议的 我相信国家要越来越好 不是越来越走回头路 委员一定比我更希望 我们国家好好的发展 好啦 谢谢主委 谢谢 市委员 刚才 不是 市主委 刚才政委员主要强调的是 政党法还没有通过 你不能依据一个 没有通过的政党法 来办事 他的意思在这里 用媒体法约束政党 那实施是本国的方式 不过你那个政党法是没有通过的法 所以 所以你这里面就是说 预算法当然是有嘛 对不对 就政党法还没有通过 他大概主要这个意思 政委员是不是这个意思 政党还是政党 市主委 市主委请 主委啊 上个会期 在结束之前 我跟你提到 我愿意选择跟你站在同一边 跟你好好推动一些管理人参观 我至少坐我车经过宜蘭的时候 都觉得很窩心 所以 但是你今天又站在我的对立边 不敢 对 我位置必须在这里 我也很想站过去 对 针对我们今天法 立法委员所提出的法案的处理 是站在对立边 我刚才口头说明 应该讲得很清楚 我刚刚已经有针对 这个 卫星广播电视法第六四条 它的修法的必要性 跟迫切性 跟你说明 我再次要强调 我们也承认这个是因为立法的疏漏 那我导致人民的信赖利益受到损害 人工的生计无法维系 那所以我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法的一个草案 那我要跟你强调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一起来思考 确保信赖利益的保障的原则的维护 我觉得我们在立法修法的过程里面 这个基本的法理应该要维持 那时间的关系 我就简单的跟你再提一下 这个今天就是要跟你谈到这个信赖保护的原则 那个主委 是 信赖保护的法理基础是要维护人民的权利 第二个是要维持法律的安定 第三个是要遵守诚信原则 我们购物的频道跟一般的新闻频道 一般的电视节目频道不一样 它是以促销商品或服务为内容的商业性质的广告频道 内容它不涉及节目的这个产制 跟党政筋推出媒体的条款所适用对象 当然是有不一样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认为这半年的缓冲时间 这个时间太充促了 刚刚你自己在回答这个郑保护委员的时候 提到说 你提的方式 其实那个是岩木求鱼的 你叫他重新申请 不同的名义再申请 筹组一家公司哪那么简单 半年可以筹组起来 那如果筹组起来的话 我也可以来筹组 那不是那么简单 那涉及到自己的筹组 人员员工信念 那不是那么 換个药 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我们应该忠实地面对 我们是要解决这些 所谓的这个 人民的信赖利益的保护 还有人民的生计的维系 那好 接着 这次你们提到 你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到 恐造成法律秩序空窗期的疑虑 我跟你讲 不会有这个疑虑 这个你们在做我们比赛 随便找一个理由来讲 这个 我们目前规范商品的广告类别 还有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规范 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的规范 还有公平交易法 相当的相关的法律都可以规范它 所以这个没有法律 智序空窗期的问题 好 你们担心的没有那个问题 那我们来面对他们的问题来解决 对不对 今天我们修法 造成人民的这个恐慌 这个我们要承认 我当立法委员我都可以承认了 你们行政机关不来努力可以吗 政府的存在目的在做什么 政府存在目的在什么 我问一下主委 你们回答本文 我们宪法写的很多 但总议来说就是追求人民的幸福 保障人民该有的自由跟权利 对啊 人民的幸福保障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嘛 好 那我们现在这么多数万的员工 如果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去的话 他们是没办法继续再经营了 各位文包 其实我们委员会在处理有关购物频道的时候 特别也强调刚才委员所提到非常精确的 他跟一般的频道在制播所谓的内容 提供民众资讯来源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的 现在拜托你来支持我 好不好 而且我们经过部分党派 我们召委也共同提案 对不对 我们都自己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立法的疏漏 那你能不能给这些 这个 苍生百姓能够一些生活的一个机会 委员如果要快的话 其实可以不是用某条某条不合理的规定 那怎么做 你讲的 请教你 只要能够解决问题 不希望也可以 刚才委员的那个slide 抱歉 拨棚里面已经有解答方案 因为他不制播新的资讯 他其实是推介商品 他真正的行为被约束 在商品推介的部分 又有公平交易法 又有消费者保护法等等的规定 他真正关乎内容的部分 只有工序良俗等等 就是他表现的手法是不是不好 那通常不涉及这个新闻 也不涉及资讯的提供 也不是娱乐 更不是教育 所以呢 可以集中在那一边 可不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 不是用某某条文的规定 这是另外一种方案 因为要我出作业 学生说可以缓交的话 通常会缓到下个学习期 所以要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 主委 那我另外再有个提案 我有准备者 我知道你们一定有办法 待会我提案出来 要求你们 臨時提案的时候再处理 好 这个问题 我谢谢你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你又不早想出来 害我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来解决方式 好 那我请问你 委员可以请我当助理 或许会有点帮助 好 请问你 这个报纸有写 中华电信A千亿公基金 我吓了一跳 因为讲到中华电信 我自己升了交通委员的委员 我特别注意一下 我请问一下 中华电信自2005年民营化之后 他这个现在是受那个电信法的约束 还是受到这个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的约束 根本报告 这个我们看到这一则报导 跟这个公共议题的关切之后 我们当然也很关心 固然来自于肖基会 跟长期关注这个公用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见领袖 但我们知道的是 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 是一个训政时期定的法律 那时候刚北伐完成 然后所有资源都拿在训政政府手上的那个条文 那其实呢 我们知道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呢 在很多所谓目的事业都专定法律了 就像里面所提到很多能源事业呢 都不再用那个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 都用它自己的能源管理法 石油管理法等那种比较特别的法令去规范 那会整个制度会比较完整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去问行政院主管处 到底就这个训政时期的法律 现在该怎么去解释 还有呢在现况呢 各个目的事业法都已经定的情况之下 该怎么适用 所以就我们所知呢 可能 呃 条文不能够就表面这样解释 因为 反复跟完备的情形 现在所有电信事业都是公开发行公司 其实金管会非常完整的财务报表 还有一些重大事件都应该透明的整套制度 远远超过训政时期的这个 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子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现在法律制度 比训政时期要发展很 要更进步 以前旧的观念只有认为公积金可以保障一切 现在都不需要这样子的方式操作 现在金融的调度跟这个资讯的公开 都会比民国22年要进步很多 电信法里面有没有规定一个电信普及的服务基金 有 那我们NCC也应该执行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机制 我们确实在做 虽然钱不多 但我们每年都很辛苦在做 把一些利益的利益还给人民 因为我常常觉得说我们中华电信就是 这个 我执行好多次了 费力呢 大概是我不敢说前市就最高了 但是费力是偏高了 他的费力偏高 感觉上会高 但是就客观国际比较 其实我们室内电话是全世界数一数二低的 我们行动也不很高 那个其实讲到这个费力 他还要考量他的薪资水准 他的物价消费值 一般会算货币平均购买力之后去加全计算 我的资料是萧绩会提供的 他调查资料 依照台湾薪资水准比较 台湾月租会 平均通话费力为日本的1.45倍 新加坡的2.1倍 韓国的2.7倍 香港的2.9倍 中国的6.25倍 这个是萧绩会的资料 不是我个人去计算的 我很好奇他怎么算 所以那贵的很相当不合理 相当不合理 你刚刚讲那个释放通费的问题 这个更离谱 他经常收到那个费力的通知 异动的通知 然后他好几种类型 我上次在问这里 问交通部的次长 我问他 他说他没有申请过 他也不知道哪个对他比较有利 所以那个 基本上是营业型跟非营业型 我认为这个 这个 这个你们应该应该 应该电信法就好好去管理一下 到底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利益有没有平衡 既然有电信法的规范 虽然说没有什么那个供基金的问题 但是 他们的营与 是不是要做那个服务的基金的部分 应该做适度的回馈 回馈 那有关你费力比较高 有没有高 你说没有 那我这里资料 是萧绩会的资料是有比较高 而且当时你们也表示要协调业者 要提供试算的服务 降低费力 确实有 你30过去了 现在怎么样 行动费力 行动电信的费力 不但业者都根据这个 我们委员会很好的一个提案 现在在网页上都有 都已经有试算服务 而且账单上面都会提供民众相关的资讯 而且有一家业者甚至拿他始终 用最低计算资费去收费 当做他竞争的最主要口号 其实是我们的交通委员会 给业者很好的经营方针 他们现在都努力去推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互动蛮好的 你费后提供一下各家的 你是三年来的 他的行动通讯费用的一个情况 异动的情况给我们了解一下 我再强调一下 政府存在的目的 刚刚讲是要 要维护法障人民的福祉 所以 我们希望说未来的 你的任期里面 也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把这些 我们认为该修的地方要修 不要像今天我们提了四个案 你四个案都要维持 维持目前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白提了 那我觉得 当一天和尚 也要敲一天钟才对啊 我不会这么消极 每一天都好好过 那我刚刚提到那个问题 我们希望待会 临时提案的时候来做处理 要不然你就同意我的提案 那其他的案子也是一样 我相信那个政天才委员 或我们其他委员 提案的案子 都是有迫切性来提出来 要不然这个时候 不会提出这种案子 就是因为有迫切性 有必要性 甚至都是影响到民众这个 广大的民众的一个福祉 我希望这一点呢 我们NCC呢 在这个关键时刻呢 做出比较积极的态度 来处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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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管局 原管局 原管局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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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哪一位处长 我们陈欧博委员 脑袋那么清楚的人 他都无法解套 你们看怎么解套法 弄个提案给他嘛 对 对 你既然没有都修法 不要不需要修法的话 你不要这四个提案 通通把在那里 是 对我们早点 如果可以的话 你要休息十分钟的时候 把这个提案 你们写一下嘛 他脑袋没那么好啊 好不好 你教一下陈欧博委员怎么写法 不是啊 因为这四万多个人的权益 他空装机不是说学生缴课业的问题 缴课业打打手板就没事了 失业这蛮严重的 你弄个方式让他解套 解套 这样比较好 请坐 好我们接着请李坤泽委员 好 主席 各位先进大家好 主席 请下14号 石主委 请石主委 在2012年 本席提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防災的预告系统 因为2011年日本发生了311的大地震 但是在当时日本有就建议了一个良好的灾害的预警的系统 所以在地震发生之时 立即在各学校 医护场所交通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够接收到地震来临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讯息 那当然他们透过细胞的广播系统 所以在2012年 由我首先要求当时的交通部部长毛泽国跟NCC来讨论 建立我们这样一个灾害的预警系统 那现在初步也推动设置建制这样的一个预警的系统 我们是透过国家的灾害防治的一个科技中心来推动跟设置 那在目前设置的状况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状况 在上周五花莲的近海发生了地震 有感的地震4.7级 那民众埋怨说接到了20几通的一个警告的讯息 或者是过了两天之后还收到了八封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一个讯息 那在目前这个状况NCC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突垂的一个状况 不是很精准的状况 目前的状况掌握的资讯是如何 我请基础处罗处长给您说明 好 请罗处长 报告委员 目前我们掌握的是这样 这个这一次发生中央天下起 它发报的有两个时机 第一个时机是它的名字叫地震速报 五级以上的地震 第二个时机是4.0以上 它是地震报告 那速报的话是当下有地震 那报告的话是事后再发送 这是委员报告第一点 第二点这一次会从物的部分 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讯里面 因为我们这一次对4G的规范里面 是要求用户的4G的手机能够做 然后3G也能够配合 那这一次的话 因为手机要经过认证 那我们3月1号之后 NCC已经发布 3月1号之后的手机认证 都要经过这样一个测试 那对旧款的手机 民众要上网收OTA 那从物的部分就是我们判断的话 因为送到这个手机的时候 手机可能没有政策到 它没有判断是同一封 所以它以为还有地震封 所以会有宠物的部分 那这个可能是对旧款的手机 这部分我们会在... 就是所谓的软体更新服务 在目前宣导还是不足 因为一般的民众 对于这样的灾害预警系统 其实所知的人并不多 更何况说 他要经过3G跟4G的手机 还要经过OTA 就是所谓的软体更新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其实民众都还不是很清楚 这一点要加强的一个宣传 另外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传送的过程 主要是透过气象局 然后传给灾害防治中心 灾害防治中心再传给业者 那业者透过细胞广播系统 再传给民众 所以现在一般的民众 认为这个灾害预警系统 乱发讯息 大家猛打电话到气象局 是错的 因为气象局他就发一通讯息而已 那一通讯息 到底现在是 灾访中心重复发讯息呢 还是业者重复发讯息 这个我们NCC要去了解 另外还有一种是技术的限制 就是说你在接电话的时候 你刚好在通话之中 如果有这样一个灾害预警 系统的讯息传来的时候 其实要等到你通话结束之后 才会接到 是不是罗助长是不是有这个限制 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确实要去了解 到底是灾防中心的问题 还是业者的问题 还是技术限制的问题 那包含这个部分测试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目前测试 据我所了解 我们现在只有选定 例如蓝头的这个蓝头我们是选定陆谷 还有像屏东我们是选满洲跟车城 当然新北市也有实定还有林口 那这几个测试的地区里面 它并不是全面性的测试 里面也只有林口是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 你像陆谷石定满洲车城 帕孟安的故乡 其实人口并不是都很多 我调整的这些灾害的告警系统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推动 我们要加强它的一个脚步 因为现在的地震越来越平缓 你看我从2012年 要求交通部跟NCC 合力去推动这样的灾害告警系统 这也是石支伟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在地震发生来临之前 能够让民众在第一时间 有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地震防灾的 一个准备的动作 那其实在目前这个讯息 它是分成四大类 一个是国家的紧急的警报 就是五级以上的重大地震 另外一个是紧急的一个讯息 还有像一个警讯的通知 警讯的通知 应该就是我们一般的土石流 相关的防灾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通知 另外一个就是测试讯息 每月都在做测试的讯息 那这个每月测试讯息 现在掌握的状况是如何 这个刚刚成图简报上面 这几个讯息里面 测试讯息是业者 需要测试的话 因为不想打扰民众 所以测试讯息基本上在手机里面 民众是不会打开的 像我们现在这个警讯通知 也包含公路的封闭 水库的泄洪 土石流 旅游疫情警讯的 这样的一个警戒的重要的通知 目前这个做的状况如何 公民报告 这个如果是地域型的应该已经做完了 包含像是这个经济部的水情 讯息的通知 现在都已经在做了 就是所谓LBS 那委员要进一步推动的叫CBS 就是细胞级的 会精准到每一个基地台所在的位置 那现在就是在不断的推动 而且正在开始做测试 所以目前这个我们要推动的 这样的一个细胞广播系统 在目前2G的手机是无法做到 没有办法 那3G 对于国家的紧急的这样一个警报 国家的紧急警报 目前接受的状况是如何 包括委员 它是要透过软体升级 所以包括委员 所有这些信息的通报 要比如说土石流 要透过警信通知 这部分都是中央灾 障碍中心那边 中央灾盘办公室那边决定 是哪些信息要发布 对 那目前的话 我们现在4G 3G手机都支援可以收到 那3G唯一的缺点就是 3G如果在通话中 它是收不到的 它一定要离线之后才收不到 对 目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 那这个部分看能不能去突破 在通话中 也能够跳出相关的这样一个警告讯息 因为像在日本 你重要的地震来临的时候 不只是你的手机会接收到相关的讯息 不过它当然是 它们后端的一个技术的运用 它们在你走在街头的电视墙 或者是你在家里使用电脑 或者是你看电视 都会自动跳出地震来临的一个警告的讯息 那当然它们在后端的技术是非常的进步 这方面我们要加强我们的一个脚步 那请教一下 我们上个月NCC核定了中华电信 固网宽品 就是光时代跟ADSL的一个降价的案子 那这个降幅是5.49到6.14 那月租会大概可以省到7到30元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长期来都一直跟NCC合力的 要希望能够把这个资费能够下降 能够让这种固网宽品 以及手机上网的费用能够降低 因为现在资讯的数位时代 掌握速度 就是掌握这样一个资讯的一个时代 那我们透过上网就是两大媒介 就是手机上网跟固网宽品 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论说这个降价5感 7块到30块 大概是三颗柴叶蛋 或者是一根香蕉的这样一个价钱 但是在过去我要提醒主委 在过去我们中华电信 它一开始在99年推出的是 这个10M跟2M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0M2M的服务 它从99年开始 它连续三年 其实它除了降价之外 它还有升速 从10M2M现在升到目前的20M5M 但是这两年呢 都没有申诉 这个请主管的相关处长简单说明一下 我先跟委员做概要的说明 那我们一直在委员会要求是 申诉跟降价两个方向都要推动 以前有降价也有申诉 我们委员会议也是如此 那这两年都没有申诉 那申诉会涉及它的网路部件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光解点 要提供多少个用户的服务 那确实它极缩比过大的话 它个别的那个端点是没有办法申诉的 这会涉及工程的极限 所以NCC有这个责任去督促业 是 我们知道它问题的评件在哪里 除了申诉的要求之外 因为速度非常重要 另外是对于它们的硬体设备 也要加强它们去建设的设置 没错 这就是重点 它的网路建设跟升级呢 也要跟着配套的一起推动 不然的话它已经会被很多有线电器系统赶过去了 主委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香港和日本都有10G的光纤上网 是不是 请简单说明 我不太了解 我们现在台湾1G的上网不到1% 是不是 请简单上网 我们民众普遍用的速率都偏低 香港日本已经推出10G的光纤上网 那台湾目前最快的就是1G 而且不到1% 我现在我要请教主委 按照美国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 就是FCC 它们对宽品有一个定义 这个出产人应该都知道 它们对宽品的定义就是要25M3M 如果以FCC的25M3M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的光纤带跟ADSL 有63%以上是不符合这样的一个宽品的定义 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 宽品是与时俱进的 当技术条件升级的时候 其实宽品会不断的往上提升 对 我们现在有442万的用户 442万的用户 有63%的用户 他是低于FCC 就是美国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的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的 他们对宽品的一个定义 我们是有63%不符合这样的状况 而且主委有很严重的一个状况 香港日本都实际的光纤上网 我们现在台湾还有百万户 是连六妹都不到 这个都是以后我们要推动的重要的工作 不过主委我在这边还是要提醒 不只是主委 而且是我们NCC所有的同仁 对于地震灾害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系统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从2012年讲到现在 我们希望NCC跟交通部相关的部门 要去督促业者 赶快把这个灾害的预警系统 完善的建制起来 感谢文提醒 我想我们负责范围之内 我在任的时候会全力督导 同仁一定要推动 我们也会提醒所有相关的机关 要把各自的分内工作做好 要加强测试 还要定期的裁业 也要要这些业者 NCC也有责任去加强宣传 这样的一个软体更新 让3G 4G的手机能够赶快的来使用 民众查询手机型号也要更为友善 我们也会加强改善 这个要加强督促 是 谢谢 好 现在时间是10点33分 我们早上是讲10点半休息 再讲一个 同意吗 同意 同意哦 他们同意我不同意有什么用 好啦 人道好委员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主席 我们陈委员 我们请那个施主委 谢谢 委员好 主委好 是 原本我本来认为我们今天在讨论法案 本席跟其他委员所共同提出来的修正 我们的第一条法律 原本是应该最没有意见的 因为那是一种政策的宣誓 平衡城乡的差距 但我看你们的结论好像也是有意见是不是 没关系我们就大家讨论 我也很清楚我非常赞成您的理念 对啦 就赞成为什么 还是你们习惯性说一定要多 今天的主题就是全部都 持反对意见还是怎样 就包裹反对 我就 我实在不清楚 我那个 我说实在 我们把这个 我们所有 主委你这个法律你不要在内涵 我们所有在 几乎我们在订法律的第一条 大概都是一种政策性的宣誓 宣誓我们这个 这部法律 包括我们的宪法 或其他法律 我们这部法律的 基本的价值 跟它的大方针 那其他这个大方针 大概有个具体的落实 比如平衡城乡家具 怎么去平衡 但不是只有这句口号 但我们要怎么去平衡 就是大家 可能要透过 还有法律 行政命令等等 才又可以从事它 那 我实在不清楚 我说实在 我不知道清楚 为什么 连这样子 这种政策性的宣誓 就平衡城乡 平衡城乡差距 这件事情 不只是在通讯 这是我们在 很多的基本设施 在交通 在教育 在医疗 我们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平衡城乡差距 也不是只有针对台东 包括我们的 宜兰比较偏遠的地区 花莲 包括今天的主席 马祖金门 其实都在 为什么要平衡城乡差距 主委 这个事情 我们在 你担任主委 本期在这里 从第八届到第九届 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的讲 就此时此刻 我们台湾 我们号称 我们大家都去缴4G的付费 我们去申请 无论是中华电信 无论是台湾大哥大 我们都去买付4G的钱 但是其他县市我不知道 至少在台东很多地区 我以南语为例 我以南语为例 南语 不要说4G 他们3G大概就 还没有那么普遍 那这个平衡城乡差距 不应该要去做吗 那你说 主委 也许我本期今天有一个期待 每次我们在 我常常跟别人 问我对你的评价 我说实在你在 离开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是说离开我们直巡 背巡台的时候 你是一个非常温文如雅 而且讲话 非常有见地的一个学者 但是每次你到这个的时候 你都会武装自己 那我们今天 我今天期许 我期许我自己 我不是期许你 我期许我自己 今天我们就在一个 很平和和缓的状态之下 来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相逢既是有言 你担任主委 我担任立委 你的任期即将要到 8月还是7月 7月30号 7月30号 你将这个工作 你要告一段落 那我们不一定 每次讨论事情 我们都这样 气氛那么高亢 肩膀如髒 本期只有很好奇说 今天这个修正 这个 通讯基本法的第一条 这个我不知道到底有 为什么会反对 我到底 我实在 我实在 百事不结束 所以我给你一个时间 说明一下 通讯 传播基本法 第一条的修正 草案 这件事情 是 各位报告 其实我在一开始 口头说明的时候 就非常赞成 也欢迎委员的 这样子的提案 我刚才也再重述一次 委员很清楚 我完全支持您的理念 您看到的书面说明 是我们 专专业幕僚的分析意见 你都没有看 我有看 你们的 结语写的还算 中信 第三月第四月的结语 提一提 尊重 我可以跟您说整个的背景 我基本上我的说明 就如同我一开始的口头说明 以及刚才我回答您的问题 它的整个专业幕僚分析意见 会是这样的 第一个呢 国家财政的基本立场 是不希望有所谓义务性支出 所以任何有义务性支出的条文出现的时候 所有行政机关就会训令 这种条文最好不要去支持 否则以后整个政府的总预算 就一部分很僵硬 非复不可 不太能够调度 我这件事情 我只有同意20% 我只有同意20% 我同意20%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在市政上常常 我们对这种义务性的支出 或者是给付行政 这样的义务性的支出 我们比较持保守的看法 是因为我们认为行政上 或者在一般 在各种的作为上 使用者付费这件事情 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一件 应该要去遵循的事情 我直接告诉您我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跟您一样 在那种商业上自长性不高的地方 强调使用者付费是没有意义的 对 那我们的意见是一样 我觉得我们行政机关 之所以重要 也之所以难做 可以在那种随格的作为 不得用 他简单不是 他不是用 齐头式的平等来 去處理不同的事情 他常常在用 原则之外 他常常用 不同的状况 来处理不同的情形 不然我们为什么要 离岛建设条例 我们为什么对 离岛的交通费要补助 如果趋头性的平等 或消费 使用者付费 这不对嘛 如果用使用者付费的角度来看 你自己坐飞机 你坐船你就自己出钱 但是我们知道 在国家应负担的基本设施 国家有没有进到 他至少目前为止没有进到 他应尽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体调到 体贴到 这是应该在 透过政府的行政作为 来弥补这个基本设施的不足 完全同意 你完全同意 所以我们即使在座的事务官 他可能长期来 对这种义务性支出的 政策性的宣誓 而且我不认为说 这个平衡区域均衡发展 这件事情就一定是 完全是政府的支出开销 不一定 有时候你可以透过厂商 透过行政的作为 你去要求厂商 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都讨论很多 包括平补的拍卖也好 包括他执照的审核等等 这个我们都讨论过很多 你还是可以透过行政作为 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即使这个是义务性的 就算是政府 因为这个政策性的宣誓 政府将来要做一些 义务性的支出的时候 看起来政府好像多出一点钱 但实际上没有多出钱 实际上不一定 那不一定是多出钱 就如同健保一样 你之前你先投资 让人民的身体健康 那你后面的健保给付会减少 你看起来前面那半段 看起来好像多出钱 像是整体国家的费用 不一定是多出支出 而且就算是多支出 政府本来就不是盈利单位 如果政府每一件事情 都要算成本够不够 那政府都要拐问 那护证事务所 地证事务所 学校没有一项是划算的 包吻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其实在达人乡就有 那个业者去投入 无限跟有限宽敏整合 去提供行动医疗 就位在这个您的任期 这最后几个月 本期就一项要求 虽然这个最后 我们还是会逐条审查 我们委员 如果都大多数通过 这个草案还是会通过 那本期只有要求你一点 既然你的想法 都是赞成往这个方向去做 那即便说你们的幕僚 在书面报告里面 有表达不同的意见 那你站在主委的立场 那我们听起来 我刚刚我们的答询 我们之间的对话 我们这件事情是意见一致的 我们这件事情是意见一致的 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个 政策性的宣誓 这个将来这个法律 当然还要我们彼此委员 大家一起讨论 那也把你们的书面意见 纳入考虑 你可不可以做政策性的宣誓 在你这个最后的 几个月任期里面 你同意这样的修法的方向 我说过 我完全赞同委员的理念 你完全赞同我的理念 但是你反对我的草案提出 你的逻辑 但是我说过了 我今天期许我自己 不用高亢 大家剑拔奴上讨论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很纳闷 就是说 每当你离开这个台子的时候 你的谈话不是 你说刚刚你完全赞成我的想法 理念 但是这个我的 对这个组织法 基本法的第一条的修正的草案 你欠然同意 你没有办法 我没有这么说 报告委员 其实基本法第13条 当时我是协助民进党级的立委 所定的一个条文 其实就是要落实委员 刚才所说的 不只是在立法目的上 揭示国家要做一些事情 而且要提供工具 甚至要让这件事情实现 这个方向我完全赞同委员的看法 主委本席 我想你的意见 也已经充分的表达了 本席但是还是要再次的强调 在基本法的第一条 我们是说 把这样的区域平衡城乡的差距的 这样的规定 做一个政策性的宣示 没有错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 政策性的宣示 将来要要求政府 或者是政府 透过政府去要求厂商 来做这件事情 不然通讯的 的基本权利 如果完全由商业 去自由竞争的话 我们只可以看见 那个城乡的差距 会越来越大 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理由 说业者 他凭着自己的道德良心 他愿意做偏向通讯设施的改良 我相信如果这个没有政府去做的话 是非常的困难 其实这件事情不只只有在通讯 我们这样子做 很多在交通在医疗在教育 我们都这样子做 你说医疗部分 如果台东 台东或者比较偏远地区的 卫福部的医院 就是部立医院 他常常是亏钱 但是他为什么要存在 因为民间业者他不会做去 去原住民部落的巡回医疗也好 或长期照顾也好 不但人力不足 而且设备 这个民间不会 就是民间的 他商业考虑 他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有政府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本习 我们在这里 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就是要求政府去落实这件事情 那行政 我应该说的很对 我刚才我跟班特别提的案子 就是说 其实政府应该俱程 很多成功的案例发生 不是只有某一种固定的模式 我持品而论 我也没有说你都没做 这几年实际上你也在做 至少在台东部分 我也看见 你也去过好几次台东 你也尽力的 在改善一些通信的基本权利 我没有说你没做 但我们只是说 做的不够快不够多 永远不够 我对现在的 旧的政府这样期许 我对将来的新政府 我也会这样要求他 跟督促他 我也会 我住在花莲我会这样要求 对啦 你如果住过花莲 那我讲的事情 你会比较更深刻的了解 但是本习 那我相信 等一下 我们如果今天有实质讨论的话 多数委员 应该会对我们 这种政策基本法的第一条 的修正案 的 这样政策性的宣誓 应该 统一的几率比较高 那我也 我在这里也 呼吁 我们实主委 既然我们的方向都一样的时候 应该 在你最后这几个月里面 也支持这样的修正 修正的一个方向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赵伟你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 刘远 你那个不是啊 赵伟 你这里面一直讲花东宜蘭 你讲说这个平衡城乡差距 金门马祖澎湖 你刚才讲离岛 文字说明的不好 馬祖如果我收 我就抢你的空障 所以要让你来修改 那是说明 他本来写花东宜 那可以说 正正 本来写花东宜 所以你这个案子就不好过了 正好又当主席 好啦 那个 因為 休息时间到了 我想等一下 NCC这边 因为大家还没有共识 看看有什么好的提案 这个 好不好 写个提案 我们等一下 11点钟开会的时候 给你多三分钟 11点开会的时候 我希望这个提案 因为修正东西 我看 双方没有共识 但是这四万人员工的问题 你都要处理 是不是 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 能够再缓一下 好不好 十四位 你们这边行政官员 拜托你们帮忙一下 有的很简单 缩短平衡城乡差距 六个字你都不愿意弄 把金门马祖澎湖再加 加几个字 再加六个字上去 好不好 连我都同意了 好不好 好啦 休息十分钟 哈哈哈哈 看 tea 你再加一个 增加一个 啊 你再画一个 转通 你再画一个 刚刚 你再画一个 对 那 再来 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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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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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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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請陳素悅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主席邀請施主委 請施主委 謝謝 委員好 主委早安 早 本席在這裡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有看到在媒體的報導 就是在上個禮拜四 行政院議員會通過了這個 匯流無法的草案 那在匯後 我看到時主委接受采訪的時候 講了一句非常豪氣的話 你說如果新政府可以在一天內學會 那匯流無法就可以直接丟到廢紙樓燒掉了 聽起來好像匯流無法好像無懈可擊一樣 沒這個意思 請主委是不是可以稍微講一下 匯流無法的重點 跟文報那句話是跟記者聊天的時候說的 不是在行政院記者會上說的 所以特別跟大家澄清 那是因為有執政黨的立委說這個凡是舊政府的都不應該處理 我覺得可能吳委員說的太快了一點 所以我非常歡迎後來蔡副院長做的說明 其實原來的意思是說 我們非常歡迎新政府可以提出更好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是NCC的全體同仁不是委員而已 經過十年的實務經驗覺得有很多的問題 然後也逐一提出改進的方案 那其實師傅會講一下重點 就是匯流無法 重點簡單的說 第一個解除戒嚴時期以來不必要的管制 第二個抓大放小 只就會實際影響到產業發展跟民眾權益的對象 訂定更精準更有效的規範去加以管理 第三個就打通原來人為的屏障 讓這個投資跟服務更可以輕易的整合 讓這個有更多的源頭活水 進到這個產業可以發展 讓民眾可以享有更多元的通訊傳播服務 那以及直接接軌TPP 跟現在TISA的國際經貿談判的規範 讓台灣在加入各個國際經貿組織的時候 更減少障礙 以及最重要的呢 我們把很多政府該負的義務跟責任 跟產業之間從事的投資跟建設可以相互整合 所以各自尋不同的軌跡 但是提供人民更多更完整的基礎建設 然後以後的服務會有更多的選擇 那最後一點當然就剛才正義委員也問到了 有關於黨政軍條款我們認為應該回到源頭 就政黨之間的共平競爭規範直接做規範 而不是以下游受政黨競爭影響的事業呢 被嚴格的鉗制以至於它不能發展 純粹只為了政黨之間的一個競爭呢 在多年之間有不公平的環境所致 其實就政黨的問題包含轉型正義 或政黨之間的民主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 都應該回到它該有的軌道 而不是以被投資事業的法令去前置產業的發展 來成就這個其他政治問題的解決 大致上有這些內容 謝謝主委 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這個基礎建設的完備 跟提供更好的服務 當然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要求 我們也看到說在這個匯流無法離面 我們主要就是也允許 未來允許這個跨業跨域的一個經營 然後也允許這個外資的這個入股 20%的一個規定 那我們是在擔心說這樣子的一個鬆綁之後 是不是未來會和這樣子造成整個產業的發展 跟社會所期待的反媒體壟斷 我們是不是有互相抵觸的一個狀況來發生 先分兩次來說 第一個如果新政府就這邊有更好的規劃 我個人非常歡迎也非常樂見 第二個是這樣子一個規劃其實是根據國際的趨勢來看的 廣播的部分當然一般來講外資投入的情形並不普遍 但是無線電視所需要的資本比較龐大 而且它目前除了公市原市跟客市之外 都是以商業基礎在運作的 那商業當然會涉及它如何去調度資源 去從事最好的投資 那這樣子如何有一個發展的情境 我們建議可以開放20%的外資 但是其實董事長跟主要負責人 仍然是保持中華民國國民在負責的情況 那這只是一個建議 當然如果有更好的方案 我們也樂見可以從新政府裡面有一個好的對案提出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雖然目前我們的法令還沒有明文開放 明文規定開放這個外資的投入 可是這樣目前的一個狀況看起來 我們台灣的影視產業就已經 居於一個弱勢的一個地位了 那未來如果再允許這個外資的一個投入 然後甚至我們大幅鬆綁電信有線電視的跨業經營 那我們也看到你們主委這邊也表示說 越高程度的匯流競爭管制越少 所以我們擔憂的是說 面對歐美各國跟中國的強勢媒體的競爭 境外媒體跟本土媒體負擔的義務不同 那這個管制越少 對我們本土的影視產業是不是造成更大的一個傷害 包吻我前段時間剛看那時此刻 是文化部用輔導金獎勵拍出來的電影 它裡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台灣的電影如果不是擁抱世界的市場 應該已經佈香港電影的後程了 那這個就是到底影視產業要怎麼樣去發展最好呢 我相信這個鎖國不是最佳的方案 韓國影視產業的發展是它走向世界 以全世界為它發展的一個範圍 並不是鎖死在朝鮮半島的南半端呢 去讓他們韓國人自己去看 現在有非常多台灣人非常多大陸人 非常多華人區域的人都在看韓流啊 它正是以全球為範疇 讓大家分享它的韓國文化 它才是成功的利基 我相信台灣文化這麼豐富多元 又很多導演說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我們為什麼不跟別人分享 我蠻好奇的 其實我們應該走出去 而不是關進來 關進來呢 對台灣的影視產業 我個人認為可能只會更糟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說 最近幾年這個媒體的環境的變化 可以說是日新月異 一日萬里 我們也看到這個境外的影音串流服務 大舉的進攻我們的台灣 目前民眾透過網路就可以 隨選這個影片來觀賞 那甚至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一些 有線或無線電視節目的播放 來看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很多的這個節目 目前都是播放這個韓劇 或者是大陸劇 甚至在這個黃金時段 都是在播這個大陸劇 好像是後宮甄嬛傳 或者是這個狼野榜半月傳 等等的這些戲劇 其實我們有看到說 在之前我們在 應該是說今年年初 那有關廣播電視法第十九條 我們也有重新做一個修正 就是說 在原來的規定 廣播電視節目中 本國的自治節目 不得少於百分之七十 那我們有新增說 在主要時段播出的 本國自治戲劇節目 不得少於同類型節目的百分之五十 其實這個也是對我們自我 對我們本國產業的一個 保護的基本的一個做法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NCC有沒有確實去 要求各頻道業者來遵守 在無線的部分 會涉及每一個無線電視台 它頻道規劃上的營運計畫 這邊我們都會很注意去了解 那有線平台部分 它其實到目前為止 都一個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呢 到目前為止 就我所知的 從這個民國八十二年 由有線電視法以來 從來沒有哪個系統違法過 但是我們的影視環境也就是如此 台灣加入WTO以前呢 的影視市場沒有比較大 加入之後也沒有明顯的擴大 我們保護規範定了這麼多年 也沒有明顯的任何的效果 我認為有很多的法律制定 要考慮的是實際政策成效 那就這一點來說 其實政府該做的有很多 單純一個保護條文 不會發生任何後果 其實要的是國家有效的措施 有效措施有很多種 像我個人所熟知 經常用保護本土製作 本土文化的很多國家 跟他們的管制機關 都開始在做思想的轉型 包含澳大利亞跟加拿大 出了名的保護內部多元文化 製作公共電視節目等等 他們現在都在考量說 他們怎麼去轉型 在世界市場上 才有比較好的發展 他們都有很豐富的原民文化 都有很豐富的多元文化 他們並不是我們一般了解 所謂西方文化 他們怎麼去轉型的經驗呢 我覺得非常重要 今天如果寄望於一個條文 就要救活台灣的影視產業 我個人覺得是個奢望 對 當然就是說影視產業 本土影視產業的發展 除了我們NCC這邊之外 當然也是涉及到文化部 那邊的一個權責 不過我們也是希望說 本土的影視產業的發展 跟大陸那邊應該是要 居一個對等的一個地位 不要是處於不公平的一個競爭 因為我們看到說這個匯流無法 以後對於像這個影音串流 這個平台的部分 我們好像沒有無法去管理 我簡單跟委員說明 其實這是很多人一再誤讀 其實電子通信傳播法上 說得很清楚 如果經營的不是管制型產業 它是自由的 所以本土的OTT產業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一旦是管制型產業的話 全部都要根據這個電信事業法 或是有些多頻道平台條例去規範 所以境外的OTT 如果用這兩種形式提供服務 完全是一樣的規範 是非常公平的 這是所有的大國 在從事影視文化的推動的時候 最基本的態度 平台如果開放的話 如果這些內容可以自由流動 才是好的內容的相互競爭 今天鎖住平台有一個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對岸人民爬牆的技術越來越好 然後政府去賭人民爬牆的技術 越做越複雜 但是對岸的影視產業真正成功的原因 其實就是共產主義開始鬆動軟化之後 帶動商業精神 所以以他們這麼龐大的市場 去推動商業影視的發展 才會造就他們現在這麼快速的成長 若台灣逆急道而行 我覺得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發展路徑 最近幾年是憑我的發展 沒有錯 可是我們也看到 他們在今年3月也實施了 他們的網絡出版服務管理的規定 嚴格的來審查這個網路的出版的內容 把音樂電影都納入網路出版品來監管 對網路的管制是非常嚴格的 可是相較之下 我們台灣就是非常的鬆散 所以為什麼我們新聞自由度是44 對方是倒數第五名 我想這個部分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像大陸的這些體育的節目 或者是綜藝的節目 文創等等的內容 都可以透過這個影音串流的平台 我們這邊都可以來觀看 可是在大陸那邊 他們是卻有這樣嚴格的一個法令的管制 所以在這樣子看起來 我們兩岸的網路的產業文化 基本上發展就是不對等的 讓不僅是不對的 而且是讓我們台灣的競爭力 在對方的這樣一步步的禁逼之下 可以說是弱化了 也可以說是一場不公平的一個文化的侵略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NCC這邊 應該是本於你們的一個權責 在這個會流無法裡面 對於這個部分的一個管制 應該要有更嚴謹的一個想法 我們確實是以對等的方式來管理 用一樣的模式都是一樣管理的 我們不會採取共產黨那種 足高強藍人民的方式去管理我們的影視產業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陳書委員 接著我們請蕭委員美琴發言 謝謝主席 請主委 好 請主委 我們NCC五月份開始推動跟執行的這個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系統 我想這個用意是很好 但是看起來在執行上還是產生了一些狀況 像我自己在花蓮過去這個禮拜至少十次以上的有感地震 但是並沒有收到任何一次的這個告知 而且都是四級以上的 那照你們原來的規劃是四級以上就會有通知 是 氣象局是四級以上會給地震的這個報告 就是那個後來已經測出來很精準的地震報告的資訊 五級以上會把地震速報也送出來 對 所以這個是分兩個層次 你說地震報告 所以你們的規劃是說地震後才告訴大家 剛剛發生了地震 請問大家有沒有平安類似之類 因為你已經震完了 震完了再發我們的用意是什麼 如果說有涉及到貪方 道路中斷或者是土石流等的這些問題 我想還是應該就一些明確的狀況 比如說哪邊有產生道路中斷的問題 請哪裡不要去 這樣子的話震後的這個報告是有價值的 但是如果沒有包含這些細節跟項目的話 比如說鐵路有沒有中斷 哪裡有沒有發生問題的話 其實只是告訴大家說剛剛發生了一個地震 它的意義不大 除非我們能產生一個預警的系統 完全正確 那我也了解 就是說像氣象局 也有跟一些民間的科技公司 也有研發一些特定的application 但是這些application 好像有時候管用 有時候也不完全管用 那既然我們是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由NCC 畢竟是公部門要來推 其實它的一個普及性跟實用性 其實都是我們要特別來關注的 所以既然剛剛推動 一開始有一些執行上面層次的問題 這個也難免的 但是我們總是需要去做一些檢討 看能夠怎麼改進 那不知道你們事後有沒有做這樣的檢討 要怎麼來改善呢 跟委員報告這個 委員的觀念非常的正確 真正的告警是 依每一個細胞所處的位置 要把那個細胞所要做的相應的應急措施 也傳給在細胞內的每一個民眾 但這一次發出來的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 只是單純地地震發生地點跟震度的資訊 還沒有到委員該所說 真正告警該有的訊息內容 那是因為我們科技部底下的技術中心 還沒有在整合整個災防辦 所有的災防法相關的訊息 那這個部分還沒有完成 所以你意思說現在還在整合中嗎 對 那現在在測試的是 中央氣象局把它的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 傳到這個平台來發送而已 所以單純只有這樣子 並不是委員該所說最完整的一個告警系統 對 還沒有完全建置完成 當然這個應該要納入啦 這樣子才有意義 除非說我們可以預測 然後10秒鐘後會有地震 大家趕快躲趕快怎麼樣 其實以三一的經驗來說 那是因為後來正正造成災害的是海嘯 那海嘯跟地震的時間差比較長 所以它那個預警的效果很明顯 那以這一次的熊本地震來說呢 其實有一定的距離呢 地震的A波跟B波送達的時間就有差距 那只要比B波早到的話 其實有一定程度的告警的作用了 那這一次呢 其實中央氣象局給的是 單純的地震的速報跟這個報告而已 它還沒有那個相應的 還沒有像日本有 對 各種必要措施 比如說不要搭高鐵啦 不要進入熊本地區啦等等 還沒有到達那種情況 我想這樣啦 台灣我們也號稱是科技大國 至少世界也排名前面 應該我們自稱是這樣也不為過啦 所以在技術上應該是可以盡速來克服 目前在執行上所面對的這些落差 至於委員剛才所提到那個 有些訊息遲延送到甚至反覆送 這個部分我們會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要馬上檢討 因為這個中間其實也涉及到訊息的整合 像剛剛主委提到 各個防災體系的這個資訊的整合 那它現在是用一個 預計是用人工整合的方式 還是它有一個自動的信用來做回報 以後都會用自動的方式 絕對沒有辦法用人工判讀 那個會很耗時間 所以無論是速報或者是報告 都是一個自動的系統 因為你整個判讀 而且你如果還要經過一個人工核定 譬如說主管核定的程序 這個真的是人為的時間都是會拖到 所以還是要緊急的狀況之下 有一個自動的系統 所以它都是會自動的來進行 那對於我們持有手機或者是這個 這個產品的一個使用端 它所在地點 也都是以這個GPS的定位系統 來做細胞的這個 都是以基地台所在位置 是以基地台所在位置 所以在這個基地台周邊的人都會 理論上都要接到 那其實台灣現在有很多的地區 還沒有很完整的基地台的建制 尤其是中央山脈的這個山區 鄰近的這些鄉鎮 那我看到你們過去其實幾年來 也在推動這個 防災救災共戰行動通訊平台的一個建制 那到目前為止是建制了多少 我請這個北區處處長同意來回答 是 幫忙委員 防救災平台其實早在 四五年前就已經建制過 那我們其實這個計畫 是從103年開始有新的計畫 那到目前為止 103年到目前為止 我們這邊的資料 目前建制了幾個 對不起 因為隨時在更新 所以我們從103年開始 目前建制了12處 12處 因為這個資訊在網路上找並不多 我今天如果沒有問你 也沒有辦法達到確切的項目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的是有9處 那沒關係 那你們說有12處看起來 至少是不是跟我的訊息是一致 大部分都是在高雄市的這個山區 那另外還有台東縣 屏東縣 以及嘉義的阿里山地區 是不是這樣子的幾個建制點 那因為這些建制點 事實上也不是很完整 台灣還有很多其他的 這個沒有 目前基地台普及率不夠高的這些山區 尤其是易災害發生區 還是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要了解就是說 這個你們去設置這樣的一個 共購購戰的行動通訊平台 他是由地方來申請說有特別需要 還是你們主動認為哪一些地方 是自己經過整體的過去的數據顯示 是災害易發生地區 同時也缺乏行動通訊網域呢 這是哪一方要主動的 是 其實兩方面同時進行 如果有地方政府 或者地方的鄉鎮公所 跟我們申請的話 我們馬上 所以地方鄉鎮公所也可以申請 對 那我們 目前看起來是集中在桃園市的最多 所以我要了解是你們特別偏愛高雄 對不起 是高雄市的最多 你們特別偏愛他 還是說他們是特別積極主動 來向你們申請 我要了解這個因果大概是怎麼樣 那其他縣市現在有缺乏的 是不是也有等同的機制可以來進行 跟委員報 陸陸續推動 雖然前半段是在蘇恆主委任內 甚至更早到彭雲主委任內 我了解的是當時是高雄縣長 楊秋新縣長非常支持這個政策 到後來曹啟雄 曹縣長也非常支持 所以在高雄跟屏東比較多 那也不滿委員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在於說 實際建制地點仍然會有一些民眾誤解 所以地方首長願意去跟民眾就地說明 因為地方首長的民眾的支持度 遠比中央機關要高很多 會更容易推動 那台東部分跟劉委員的關心跟協助 很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在高雄的桃園區 以及屏東縣跟台東最多 這是原因所在 所以如果說地方的鄉鎮有 覺得有這個需求 也是土石流容易發生 災難容易發生的這些地區 那也有適當的建制地點 那我們在整個預算上面 也是可以來做支援 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預算在這一邊 都執行有一點落後 因為寬邊但是申請個案少 其實跟地方溝通是很重要的 嗯 好了解 那另外在今天劉兆豪委員 所提的這個法條的修正案 當然今天有好幾個提案 但是我想我特別關心這個問題 就為什麼你們會傾向不接受 這麼大家認為是一個符合普世價值的 平衡城鄉差距的一個重點 那事實上就你們自己的施政報告 跟我們在這邊討論那麼多次 看起來也不違背我們的施政重點 可是為什麼我們NCC還是會抗拒這樣的 就那麼單純 而且看起來是符合大家一個共識的條文 我真的是非常贊同劉委員的這個理念跟他的提案 可能會涉及後續執行的問題 所以我們同仁寫的意見就比較中性一點 這不是中性啊 看起來你們是保留啊 還建議不要修啊 而且你們裡面提了一些你們認為已經在做 如果說你們認為已經在做 所以不用再加了 那既然這個本意都不會彼此違背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另外就你們認為已經有在做的這些內容 我們也可以來做一些檢視了 那其中例如說 現在的這個 現在的所謂的電信普及服務 有特別針對不經濟地區 我們所謂的不經濟地區的一些加強的一個平衡的服務 但是過去在整個寬屏的建制當中 我看你們的資料顯示啊 這個 這個102年推動村村有寬屏的這個計畫 那推動了280個 觸及280個村 但是全台灣有7800多個村裡 當然很多村裡是在已經有相對程度開發的這些地方 那所以到底是還有幾個村是目前還沒有建置完成的 大概每一個村都有 那其實真正的問題是在於有很多民眾是散居在聚落中心點以外 那是真正現在寬屏沒有辦法到的地方 那個部分是可以逐點逐斷克服 但是以行政中心來說是都沒有問題了 那另外你們提的這個所謂的主管機關不明確的這個問題 那你們有沒有建議應該要由哪一個主管機關來做統合呢 包委員這個容我稍微離開同人準備的資料 其實張院長交代杜副院長跟兩位政委一起要處理的 就是有關於國家的整個通訊傳播的業務呢 以後該怎麼處理 因為單一的獨立機關可以做的有限 其實要統合整個行政院的所有組織跟資源 把這件事情做好 這一點呢我們會繼續努力 這個也請委員多多的指導 所以你說你會努力還是由NCC來做統合的這個角色嗎 很難 因為我們目前為止是獨立機關 獨立機關意思是說很多事務上面呢 只有我們內部的合議決定 因為這個如果產生說我們特別針對偏鄉地區的服務的強化 以及服務的改善大家推來推去 很簡單的技術是問題 尤其是以不經濟的這個理由 本會的年度預算只有6億 可能比文化部的一個科都還要少 可是不只是你們本部啊你們還有基金啊 對不對 我們那個基金都有法定 還有業者的投入啊 都有法定執掌 每個基金都在法定範圍內 好啦反正你現在就在推說不適宜再由NCC來做統籌 包圍我剛才說是 那到底是你們建議是哪一個機關 那到底是你們建議是哪一個機關 不應該作為不提供人民服務的藉口 所以我說的是 政府機關內部要找出最好的團隊 有預算的機關就應該多活用預算 所以你意思是說這個還要再繼續整合中啦 包圍身為執政團隊議員還是由副院長 希望委員可以跟行政部門好好溝通 真的公務員之間不應該以執掌護梯啤酒 這個原則確實是一個問題 這點我跟委員想買一模一樣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蕭美琴委員 接續簡東名委員準備 再請李鴻鈞委員發言 緊張什麼 不會讓你講話 謝謝主席 主席有請主委 好 請主委 簡東名委員稍等 這個剛剛蕭委員的兩個質詢 是 我來跟主委 說明一下 不敢 可能我們一些些要了解 首先這個地震的預警 地震的預警 現在就是怎樣 你知道 不是什麼樣都可以做得到 那你剛剛講就是所謂的P波跟S波 就是垂直波跟水平波 那氣象局這邊他所做的就是說 他先鋪海底電纜 那個是在我們所謂的 菲律賓板塊跟歐亞板塊 那個地方去感染他的 去接受他第一時間的垂直波 然後在他水平波還沒產生的 這幾秒鐘裡面來做預警 這個概念 我要跟主委提醒的就是說 謝謝 這個不是什麼都有用 台南它是屬於斷層 本土斷層是沒辦法的 那他就沒辦法預警 如果你比較遠一點的 跑到台東那邊 你也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抓得出來 你唯一能夠就是說 不是說在於整個那個板塊附近 我們電纜有到的那個地方 才有辦法做到這樣 謝謝委員非常專業的說明 所以你要讓社會大眾 全國百姓了解的 不是說要讓他們了解的是 不是說我們的預警系統 任何地震我們馬上就可以預警 不可能 因為震波產道時間真的很短 那個只是局限在一部分而已 是 好不好 謝謝委員 所以這個不要讓社會大眾覺得 我們現在隨時都可以預警到 那個都是胡說八道的 好不好 是 這是現實問題 那另外一個也是 他剛剛提的也是同樣的 您的答覆我是覺得也都不對 你現在的所謂的防災的預警 然後是縣市首長提出申請 你剛剛說什麼屏東高雄 他們的縣市首長很積極 所以他的防災那邊的建構 就做的會那個點的設置 這不是應該不能這樣做 今天政府是應該是說 我們跟哪個地方是災害潛勢最高的地方 那災害潛勢最高的地方的判斷 不是地方政府判斷 這是哪個是土石流的潛在區 哪個地方的災害的複合災害 是最容易發生的地方 那個才是我們首先最急迫 第一要去做的 我們的防災建構點 應該是這個邏輯才對 委員說的完全正確 我報告的是現在實務的狀況 跟委員的期待確實有落差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要朝這個方向才對 對 而不是說我今天 我地方所長哪個地方要求都 我哪個地方就建構都 有的地方它是比較刺激的 有的地方它是屬於高危險的 是 那應該是高危險走在前面 跟委員報這個基本上建置的都是 所謂的土石流高潛市區 而且獲釋是遜期的時候很危險 像是在屏東的臨邊西旁 我知道那個地方都是 那都是災防激光線勘驗過 然後地方政府配合才建得起來 所以就是說中央要去整合 然後來跟地方政府來配合 應該是這個方向 那這個就回歸到剛剛講的偏鄉 你現在偏鄉 偏鄉 偏鄉地區 它的那個電信的普及 那電信的普及 其實從96年 這9年來我們增設了將近3000公里的光纖 那可是 你要說到普及到百分之百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那現在就是有個邏輯出來了 就是說 像這一次我們的四基的四兆 這一次四基的四兆 我們政府收了多少錢 先是1186億5000萬 後來收了300多億 將近1400多億吧 總共可能會破1500億 那1500億 那這個錢 為什麼不破一部分來做這個地方偏鄉的處理 我很贊成委員的看法 對不對 我們政府收了錢 然後該去照顧弱勢的不去照顧 這是一個邏輯 我們四基四兆了那麼多錢 然後該去讓偏鄉能夠受到照顧的 應該從這個錢去處理嘛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一樣的邏輯 今天我們三大電信業 他們都是賺錢的產業 我舉個例子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一年賺個300億跑不掉吧 我沒有看財報 要對一下 你後面點頭了嗎 超過 超過嘛 是 那你今天這個邏輯就跟長期我在交通部 跟交通部長講的一樣道理 今天我們在規劃公路的路線 巴士的路線 我們現在黃金路線賺錢的路線 就好像飛機一樣 我今天我給你黃金航線 可是你偏鄉的你不飛 你不賺錢你不飛 那你要來拿這條黃金路線 你就要搭配 搭配不賺錢的路線來平衡嘛 那今天一樣的道理 今天偏鄉 其實我們也可以跟這三大電信業者 你們長期可以給你們好的區域再賺錢 可是你們應該也要幫忙偏鄉的 這個叫做平衡嘛 對 那所以說未來 在這種地方處理這種方式的話 應該要加這種配套進去 強制他們來做嘛 那這樣子的話 偏鄉這一邊他該有的電信服務 自然就會做出來嘛 對不對 就像我們現在長期要求 你公車 賺錢的公車你跑黃金路線 可是我要搭配兩條不賺錢的路線給你 路正式都這樣辦的 是不是 那就是同樣道理嘛 那今天我們在電信服務上面的話 你這三大電信業 甚至於未來有四大電信業 同樣道理 條件要加進去嘛 主委 我這樣講你都認為可以嘛 是 做得到嗎 報告委員 這個會涉及每個業務呢 我們設的所謂的那個條件是怎麼樣 就是要是這個純拍賣式的 或是說要加一定公共義務的招標式的 這其實在釋照的時候要先說清楚 一旦說清楚 後續的執行應該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未來 我們現在其實在未來的釋照的部分的話 其實這些單數都要把它擺進去 然後去做調配嘛 那第一可以省掉我們政府的資源 然後第二的話也可以讓偏鄉的這些百姓 可以得到更好的收益嘛 所以今天兩個原則嘛 我們四季釋照賺了一千五百多億 一毛錢也沒花在我們的片原地區弱勢的地方 還是有部分有回饋啦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這些賺錢的大公司 你們不能只考慮賺錢嘛 該服務偏鄉的你們也要有這個責任嘛 用這兩個邏輯來處理這個問題好不好 是 那第三再來一個喔 就是現在那個所謂的原住民電視台列入 有線電視廣播基金會的補助對象 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它共通的精神是要穩固的裁員 我認為應該就緣去解決問題 我在說明的時候提到 有線基金呢現在的發展方向可能會 視訊的收入會不斷減少 它慢慢越來越像電信 那基本上是寬平的收入越來越多 寬平的部分要來貪這個基金 看起來就有背離原來基金設立的宗旨了 我是覺得是這樣的啦 其實這不是壞事 那原住民該補助 現在我們有兩家嘛 原住民電視台跟客家電視台嘛 那要做兩家一起做嘛 這是我也要幫原住民講話 可是客家電視台也是同樣的 它是同樣的狀況嘛 我們該做兩家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我們基金一年踢播 40%是給直轄縣市 對 所有的地方政府 所有的地方這種政府 我想請問一下 這大概多少錢 光今年就一億四千多萬 那這一億四千多萬 提撥給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拿了這些來做什麼 跟我們報告 各地方政府的運用重點不太相同 但普遍都會有地方的資訊 跟公眾金融頻道 那目前中章頭還整合中部三線市的那個 觀光旅遊跟生活情緒等等 那個只是一部分你覺得好的案例 那你為什麼不講壞的案例 所以跟委員說有很多元的運用方式 那就對啦 所以說你這個錢 真正是有沒有在地方政府能不能真正是去把它運用到 它真正該用的地方 我敢講 少之又少啦 各位報告 因為中章頭三個首長都是我們交通委員會出去的委員 所以他們觀念都非常正確 我知道嘛 那這個除了這個之外 他這些錢你撥到的地方 地方能夠說他去做到什麼樣 我跟你講啦 有限啦 所以這個錢 你還不如把這個錢 真正說如果真的要考慮 這個補助對象的話 你原民跟客家 是不是從這40%的融資 來去處理這個方向 這也不是壞事啊 你給地方政府 我們可以去把它長期來 我們補助他們的用的方向 跟用的科目 我們來做一個檢討嘛 今天 今天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法案的修正 應該他的精髓 是應該是說長期補助的這些錢 我們在地方政府 他們用的科目跟各方面 拿出來做一個徹底的檢討 真正沒有去達到它的效果的話 從這裡拿出來重新再做一個調整 那自然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對不對 你心裡一直講對 可是你嘴巴不敢講 因為這個錢不下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就反彈嘛 有線電視系統 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它的錄網都是連結在地方上 而且用了很多公共設施 跟公共事業造產 這個是你當你今天 今天你生的這個科目 這筆錢真的是用在這個地方 我也沒話講嘛 可是你們有沒有去真正徹底的 去這筆錢真正到了各地方政府 他們真正有沒有朝這個方向來做 各位報告這個基金的實務上 這40%直接撥付地方政府 那就對了 所以你們的意思 我撥了我就不管了嘛 我們有在管 那你怎麼管 你們也管不動啊 他隨便變個科目你也管不了嘛 大家委員這個所有地方政府 都是向地方議會負責的 你不要跟我變這個啦 我沒有跟委員變 我只告訴委員 現在執行的實務是怎麼樣 所以我還是覺得 應該是從 如果真的要修這個法 是要從這個地方找錢嘛 我現在跟你講的 也是幫你解套啊 謝謝委員 還有一個喔 也是今天爭議比較大的 就是所謂的購物頻道 購物頻道 不管是六個月 或者要把他現在有委員提延四年 這購物頻道當然就是說 跟黨政軍 或許跟黨政軍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因為他沒有製作新聞 也沒有什麼事實 可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啊 購物頻道他現在我們 究竟我們在有線電視裡面 我們允許他幾台 有沒有這樣的條例 現在仍然有那個可運用頻道 十分之一的上限 他有上限 是 然後再來他的購物頻道裡面 所販賣的東西的監督機制 我們有沒有建構到完整 目前消費者保護法 比方說賣假貨 比方說賣的東西 跟我們的消費者的糾紛 真正喔 我要跟主委提了 真正我們真正要管的是在這個地方 跟文豹啊 這個分幾路來說 第一個如果商品或服務本身 就有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比如說農業用藥啊 藥品啊等等 沒有啦 我現在只是提醒說 第二個是消費者保護法 依站在百姓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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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沃頻道你只要把這些給我管好就好了 其他都不是重點 對不對 這些呢 本來都有既定的法律在處理 還有一個就是也是非常重要 未來有限電視 會不會全面的 整個大洗盤 就是一區 一區什麼 一區一夜子 現在把他這個都破掉了嘛 那破掉了以後 現在從五百塊開始 大家競爭 從兩百塊三百塊一百塊 我覺得這是好事啊 我覺得這是好事啊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規則 我們NCC應該是繼續下去 這個是造福的是全民的百姓啊 要不然有些電視業者是拿翹啊 他說反正你就是非收我 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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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我五百塊不行 不然的話你是看不到我 可是當有另外一家業者進來的話 同樣的內容 同樣的品質 可是 在惡性競爭裡面 我們要去維護的是該有的收視庫的品質收視嘛 這個是基本原則嘛 對不對 是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現在請簡東名委員 有請主委 大家好 主委您好 是的 我先請教主委擔當主委幾年了 多久了 程中文貝務 現在是三年又幾個月 是 快滿四年 在四年的當中 我想我們每次提到 袁聚明這個電視收訊的問題 應該都是老問題吧 有以前轉變 像最近中心一號 因為年齡比較長了 效能不好 要換到中心二號 這是新的問題 結束之前 我們手談的問題 跟現在要換 應該問題還是差不多 都差不多 包吻有一些 NCC自己也改變不了 因為行政院叫我們獨立機關 說我們不能做輔導獎勵工作 可是呢 共心共諜的這個計畫 標不出去 又叫NCC執行 我們也很無奈 那這位 你對這個袁聚明電視台的了解有多少 我是偶爾的觀眾 因為只可以聽足語以外的部分 所以只能夠偶爾觀賞 偶爾觀賞了 是 因為現在 原住民電視台 大概最大的需求 還是希望能夠把這個 老百姓的權益 收視的 收看的權益 能夠普遍化 目前 過去了 過去我們也看到 政府是非常重視 原住民第七 設立了一個 有些什麼 小舌頭 那是 小舌頭 是 那是使用了一段時間 是 現在目前為止 我看到 原民會也在這裡 是不是請 原民會的代表 上來一下 現在這個小舌頭 蝶形的這個天線 目前的狀況 既你们所了解 现在情形如何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多年前装设的卫星天线小耳朵 目前是损坏的情况是很严重 几乎都损坏了 因为当时我也经常提 我对这样的那种政策 我是相当有意见 因为小耳朵一撞上去 第一个因素 每一个屋顶上都有一个小耳朵 刚开始我们以为这是什么东西 后来才知道 这个是叠形的天线 后来我们也发觉 每次到个原住民地区 只要看到这个 就是已经到了 变成一个异类的图腾 异类的一个图腾 到最近不见了 一不见 我仔细地看到结果 原来都掉下来了 小话都掉下来了 已经是不存在了 所以至于这样的状况 我们当时发了那么多的经费 来做这个小耳朵 结果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那么现在大部分 我们原住民地区的 这个电视的收视 尤其是原民台 收视率应该是相当的高 我想主要应该也是 非常 应该也是了解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经过 法我们也修了 希望能够有一个数位的一个 这个频道 我们也修了这个原住民 文化事业基金会的 这个私自条例 的相关规定 我们也希望说 排除了这个 广播电视法 对电视频道 不能租借 或者是这个 转播的这个 限制 但是到目前为止 好像停滞在那个地方 还是没有办法 有一个专属 我们自己原住民 这个频道 这是什么原因 那个主委 你了解吗 其实这个问题 由NCC来回答蛮奇怪的 这个 公广集团的主管机关 应该是文化部 那原住民的文化传播事项 主管机关 应该是原民会 那怎么样呢 NCC都不主管这个业务 不过我大概知道来龙去末 第一个 共性共敌计划 是比较早的时候推动 但我跟文做一个补充说明 有些区域仍然是地表无线电波 不太容易涵盖的地方 那卫星因为它直接可以目视 对天顶 只要对天际线是联系的呢 信号就可以到 其实多路径传播呢 有时候对民众收视 有一些补强的作用 因为有些区域呢 未必是地表无线电波可以涵盖的 所以最好的应该是 地表无线电波可以涵盖去 尽量用地表无线电波 因为它的成本比较低 信号相对上稳定 那至于在地表无线电波 不准涵盖地形比较破碎区域 它不得已必须是要用卫星的 它必须相互搭配的 那有些地区的那个中间链路呢 没有办法连接起来呢 有时候可能要用微波 所以其实各种技术呢 是要连续性地使用呢 才可以有一个比较 完整涵盖的一个信号服务 但这件事情要解决 就像我刚才跟委员报告的 行政院各部会当中 最了解技术背景的 大概就是NCC的 可是我们被界定叫 独立行政机关 不可以负责辅导奖励业务 不可以烂编预算 不可以介入很多事物 所以我们的预算里面 这一缺块那一缺块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可是呢 文化部不知道技术问题 就来问我们 原本不知道技术问题 文化部就是不知道技术的问题 还是希望我们NCC 能够做一个彻底的一个协助 刚才我们那个主委也提到 有限发展基金 这个我是想了解看看 是不是能够说明一下 因为有限管电基金 这个是不可能 我看了这个收支预算的那种情形 是不容易 但是你看来提到有限发展基金 因为不切最需求的最大的 还是这个在经费方面的这种益助 比方说我们虽然将来 这个五家的电视台都能够委托 我们能够委托的情况之下 或者交通部也同意分配 给我们一个世卫的频道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需要一笔经费 比方说假如说没有办法装机上口 或者是装有限电视的这个第四台 第四台的这种设施的话 等于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经费还是最重要 所以刚才也是好几个委员 对弱势的地方 包括我们原住民地区 都考量到我们这特殊的环境 和特殊的文化 而且我们是弱者 都希望说我们相关单位 能够多多的考量 在经费方面的这种益助 所以我刚才听到 这个有限电视的发展基金 这个是不是请主委说明一下 我们这基金是从业者的 那个有限电视的营业额里面 抽1% 所以等于是每一个收视户 他付的钱就有1% 会进到这基金里面 所以等于是全国民众在付钱 不是业者在付钱 因为业者会直接把这成本 全部转嫁给收视户 所以这来自于全台湾 500万个收视户 所贡献的这笔钱 所以这笔钱是用来 作为有限电视的普及用的 就是说有些区域 要以业者的商业条件 去拉线的话 非常的贵 我以前刚住在寿丰 一个志学村的时候 业者说你们那边拉线 要多少多少的成本 到后来户数多了 线路过去了 才不需要付那笔钱 我也是很晚 才去看有限电视的 后来搬到花莲市就简单多了 因为线路是继承的 所以他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网路 不是这么密集 收视人口很少 每一条线的成本都很贵 每一条线都要拉很长 才有经营的可能性的时候 它就需要去取有余去补不足 所以刚才我为什么回答说 这个基金如果要去做的话 应该先就网路普及去做 如果直接增10%交业原民基金会去制作节目的话 那么平台的发展相对资源就会被移到这边来 所以最重要的是原文会在制播族与节目 如果16族加上40几种方言的话 我相信他要很大的一个资料库才可以支撑 这应该自源头的内容制作就要很完整的裁员 跟很稳固的裁员 我举个例子 像监察院孙副院长 他做过北南族 以及很多族的族语的数位资料库 其实应该活用在很多传播上面 而不是一笔一笔去做那个内容 甚至做一个内容之后 就要有16族的族语 甚至是40几种的不同的语言 都要有这种不同的版本 那这个应该在源头制作上就有 可是如果无线广播 它一个弱点是在于说 我放出去信号都是一样的 除非要活用我们以前所谓的负载播 把那语言的频道可以打开来 可以选择不同的族语 这时候就有很多的选择可能性 这一点如果单纯是用一个 我拨一笔经费就去做的话 可能会很有限制 因为最后传输平台 要怎么样去支援这种技术 可以选择性的去选择语言 或是其他的所谓subtitle 这可能在技术上要去克服 那这也谢谢你的指教 因为时间关系 但是我们非常胖 相较于这个公共电视 原子民主电视台 从今年11月开始 可能就需要更多的经费的投入了 像世卫基商 刚才我也听到我们原文会 原文会提到 这个中心2号这个卫星 亦停止结束 大概有4千户到1万户 会看不到 原子民大概有14万户 14万户 这个4千户到1万户 大概都是中低收入户 大概都是中低收入户 他们就是没有办法装这个机商盒 没有这个能力 另外呢 他们也没有办法 这个签地视台有限的 这样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非常希望说 我们NCC这个地方 我们一再的要求 希望能够重视 这个比较偏远 尤其原住民地区 这些中低收入将来 收看这个电视的 这个权力的问题 所以 主委 希望能够重视这样的问题 另外我们刚才也都提到 这个 救灾防灾的问题 就防灾 防救灾共战 行动通信的平台 刚才之后 大概也提到目前的状况 这个状况我想 现在讯息又到了 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继续加强 是 还是不要 推给这个地方政府的首长 因为没有办法配合 没有办法建制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 希望我们叶希希能够 主动来去处理这个事情 好 谢谢 谢谢委员指教 好 谢谢简东民委员 接续请林委员俊宪发言 所以现在看那个组组 他们是要组织 谢谢主席 好 本席邀请司主委 司主委有请 本来是休息时间 他们两个都要做 委员好 发现 主委好 是 主委 那今天委员会我们还有一个 我看到了 本委员会有四项的提案 是 这是个案子 我看 有国民党委员提案 民进党的 也有原住民的 也有花东的委员提案 我们NCC 司主委 全部反对 包吻 我一开始口头说明就讲了 您看到的书面是我们幕僚的专业分析 所以主委 果然 这个奋战到任期的最后一天 这个很少见 委员会委员的提案 我也连数了两个 这四项的提案 NCC 司主委 全部反对 可以把司主委三个字省掉 是机关的立场 你也反对吗 我刚才发言 我已经说过第三次 我可以说第四次 好啦 NCC也反对 司司老主委也反对 这样好不好 我非常欣赏委员为人民争取该有的福利 今天我们也很多人在关心 这个市居的收费问题 不过主委再提醒 像这样全部反对 当然是很少见 我觉得应该不多见 对于我们某员的提案 机关全部不接受 不分蓝绿 所以你的奋战的精神 佩服 感谢委员这样解读 今天这个 4G的这个收费问题 很多人关心 那主委也说 这个市场会决定 确实啦 这几家的业者也投入很高的成本 光当时他们的执照费都破千亿 只是4G在一开始推行的时候 不管是台湾大哥大 远传电信 中华电信 4G吃到饱 都600多块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当时不得了 这个台湾的电信收费 可能是全世界 最美的风景 4G哦 4G哦 吃到饱 一个月 不用700块 都600多块 不过当时你也说啦 这个撑不久了 果然哦 现在4G当然都涨价了 我们国内4G月则 所有啊 三家最低吃到饱 都从1399开始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啦 反正这三家算起来啊 4G吃到饱 刚刚好 都要1399块 算巧合吗 如果是联合行为 公平会应该会去介入去调查 这个台湾电信业啊 当然是寡占市场嘛 你就武装执照而已 他们要讲好啊 很容易啊 刚刚好那么巧 我们台湾的4G业者一涨价 大家涨的门槛 就是1399块 我质疑啊 这个是联合垄断啊 大家把它讲好了 只是对消费者来讲 一定会吓一跳啦 哇 这个突然间哦 涨了好几倍啊 主委你应该有使用手机吧 你用哪个系统的 哪一家公司的 我不方便替某个业者广告 不方便替某个业者广告 你也使用4G吧 对不对 是 那你现在要多少钱你知道 你选用哪一种 我是比较早办的吃到饱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吃到饱要多少钱 我偶尔会收到这个到达警戒量的通知 多少 不方便跟委员说明 偶尔会收到到警戒量的通知 这样也不方便啊 我都可以告诉你啊 我大概要1500块左右啦 我用量很大 用量比我们大嘛 你很小心耶 这样也算你的秘密 只是啦 不管啦 業者用什么理由啦 我就提醒石主委啊 当时 市集刚开通的时候啊 因为那个执照费用那么高 我们都很害怕啊 以后的4G啊 会贵得不得了 石主委我提醒你 当时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吧 我完全记得 石主委怎么说 我们的石主委说 4G的费率啊 不会比3G贵啊 现在啊 证明4G的费率啊 不只贵啊 而且非常贵 我已经跳掉几个字 相同条件下 贵到不得了 我为什么跳到这几个字呢 因为什么叫相同条件 你当时也不说清楚 我说得很清楚 美根笔词呢 一定会比较便宜 那这个记者乱写吗 不会 这个记者说 石主委并没有把 什么叫相同条件 讲清楚 4G如果吃到饱啊 最贵要到2699块 这吓死人啊 石主委 再提醒你讲的话 4G的汇率不会比3G贵 结果不只贵啊 而且贵了好几倍 那五个字还是没有用去 我们再来做比较一下 石主委说 如果跟国外比啊 要考量它的购买率平均的因素嘛 那真的我们就考虑进来 PPP的因素考虑进来 我们来跟日本比看看啊 日本的4G的汇率啊 现在吃到饱月租 你知道多少钱吗 1156块 日本哦 台币 台币 日本的Docomo NTT 日本Docomo NTT 它的4G吃到饱 1156 如果按照主委您所讲的 我们要加计购买率平均的话 台湾价格应该差不多 日本的三分之一啊 结果我们不止不是日本的三分之一 还比日本贵 如果是挑第五家 行动业者的话 应该比日本便宜 对 但是 看委员要挑哪个个案 都比日本贵很多啦 贵了两成 贵了百分之二十 所以 所以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起跳啦 电竞业者的起跳啦 这几家 通通订出来 1399 吃到饱 最低门槛 刚刚好 很巧合 每一家的价格都是1399 那日本呢 才1156 比我们便宜两成 这个显不合理啦 日本的一般物价 如果像主委所讲 你不能直接比单纯的价格 不能比表面的数字 要加计它的购买率平均 那这个就不对啦 主委 台湾的市区是不是太贵 看委员用什么样的情况 你也可能用这个串量计费 因为包围那个 必须要条件相同才可以比较 什么叫 什么叫用什么样的情况 真的贵啦 各位可以想一想 日本的平均薪资啊 物价啊 那是我们2.5倍到3倍啦 那结果我们的电信使用 那个市区使用啊 比日本贵 不合理啦 不过主委啊 你的奋战的精神啊 我建议你啊 还要再用在 我看了你的财务报表 我请教你啊 因为我不懂啦 我看到这个数字啊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主委啊 是 NCC呢 我们有一些税路保留款 像这个场地设施使用费 这什么东西啊 来 谁可以说明 要看哪个项目 因为我已经说 那个科目比较大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收入 像是频率使用费呢 也是固定的收入 那这些是不是 人家欠我们的钱 有几个业者呢 发生了问题之后 所以有 有欠我们的钱哦 有 使用我们NCC的 不是 是我们国家的 是我们管辖的 那列在你的帳上嘛 是 你的应收账款嘛 是 就是NCC要去收钱的 是 所以主委 那这些钱谁来收 以后的人要来收啦 依法当然继续进水 你应该啦 你可不可以看哦 他从97年就开始累计了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每一年都被倒账 奇怪了 使用NCC的设备啊 可不可以不用缴钱啊 你看你最低啦 101年 被欠了660万的 场地设施使用费 102年就暴增了 人家欠我们3千 200多万 有没有 这里 这个地方 去年更多啦 103年 103年 欠了7100多万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可以被欠那么多钱 还收不回来 委员这都已经送强制执行案件 目前累积了场地设施使用费啊 1亿4500万 当然要追偿啦 是 告他啦 是 当然都是要做的嘛 已经送强制执行 没有错啦 为什么那么好骗呢 每一年都有 跟委员报告 那科目比较大 这个不好吧 管理有问题吧 那个是 如果被骗啦 被骗一次就算了 那不是被骗 那是PHS业者 跟YMAX业者 其中一个YMAX业者 还有到大院来开过去 问题是 主委 从100年 100年开始就大量累积 我知道 有特定的 有特定的业者 有具体的个案 可能前账未清啦 后面继续欠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我也完成的资料 那你刚刚讲那个什么业者 PHS跟YMAX 我看他们不在啦 都导光啦 你跟谁要钱啦 已经送强制执行 去哪里执行啦 我看要不回来啦 准备打路呆账啦 这个 这个报表很难看嘛 主委 我们是据实呈现 当然要据实呈现 人家要欺骗国会啊 对 本来叫据实呈现啦 本来叫据实呈现啦 所以我们要事实 但是我看你的应收账款 全部一共有2亿啦 2亿0200万 我们如果要对照 300 400亿的收入 2亿是很小一笔钱 是喔 你可以接受 我不可以接受 任何一笔 该还国库的都得还 本来就是啊 那你要讲什么 管你几百亿 不应该 不应该 發生这种状况嘛 是 好 各位 是 这应该也是你最后一次到 立法院来吧 还会再来吗 我很希望这个样子 但是我愿意协助大院 解决所有的立法上的问题 我再次肯定你啦 本委员为了委员提案啦 你全部反对 我不是这么说的 这个精神不得了 希望你啊 你收钱有这种精神就好啦 国家收 刚收 该收的 不该收的也不该收 感谢主席 是 谢谢 好 谢谢林俊仙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请陈雪森委员 谢谢主席啊 是不是请主席 请石主委 来 请石主委 石主委 我讲得很快啦 谢谢 刚才那个林俊仙委员 税入营收款啊 跟同仁讲一下 积极去催收 是 因为你可以用很多的行政手段去卡他嘛 对不对 好 我就早上啊 我跟那个陈欧伯委员讲 你的法条定得很好 那缺少了离岛 金门马祖澎湖没写进去 所以这个案子就不好过嘛 对不对 他给他写进去以后 连我都支持了 好 这个案 欧伯委员有没有听到 欧伯委员 你要把金门马祖澎湖啊 偏向离岛不是只有宜蘭 那是刘委员的提案 这很重要 不是你喔 谁人 刘兆豪 刘兆豪 我们所有的同仁 对我们马祖啊 还有金门的协助 那当然 因为我们用的互助很少 拜托您了 好不好 第二个就是这个 我们的电话 常常都还是 中国大陆那边的呢 中国移动 你怎么解决 我不晓得是你们的问题 还是中华电信的问题 这个钱我不晓得 因为我常常 我家住在市委 你去过嘛 那个地方我可以拿福州的四话 我可以跟福州对面的相亲啊 跟我的亲戚打电话 我不要用行动电话 是我们的频率有管制吗 还是是你们管制 还是中华电信在管制 我不知道 各位委员报告 这个可能要透过两岸的机制呢 请这个大陆方面 这个不要透过两岸的机制嘛 信号涵盖呢 其实要做适度的节制 不过委员也了解一种情况 我们也要一定程度 把信号往外推延 因为会涉及我们的渔民 在中间水域的时候 仍然要用通信 同时中国移动有类似的情况 他们也把信号涵盖到中间水域 甚至打到我们的陆地上 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这一点呢 我想技术上跟那个 行政上呢 我们尽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在马祖本岛 我也很清楚 因为本岛涵盖上比较困难 因为马祖多山 金门马祖的 金门马祖两家叶子 因为我们人很少 拜托你多辅导一下 是 好不好 让他能够完全正常 是 好 没事 谢谢 谢谢陈雪生委员 好 我们继续请 岩光文委员发言 岩光文不在 岩光文不在 柔明才委员发言 柔明才 柔明才不在 林德福委员发言 林德福 林德福 不在 好 赵正宇委员 赵正宇 赵正宇不在 徐永明委员发言 徐永明 徐永明不在 宗嘉宾委员发言 宗嘉宾 宗嘉宾不在 黄昭顺委员发言 黄昭顺 黄昭顺不在 蒋乃馨委员发言 蒋乃馨 蒋乃馨不在 李燕秀委员发言 李燕秀 李燕秀不在 孔文吉委员发言 孔文吉 孔文吉不在 吳智阳委员发言 吳智阳 吳智阳不在 廖國動委员发言 廖國動 不在 徐仲慧委员发言 徐仲慧委员 徐仲慧不在 呂毅林委员发言 呂毅林 不在 這是什麼 古拉斯尤打卡 古拉斯尤打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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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拉斯尤打卡不在 邱智瑋委員 邱智瑋委員 不在 陳寗菲委員 陳寗菲 陳寗菲 不在 中孔少委員 中孔少 中孔少 不在 好 尋打完畢 現在進行討論四項的逐條審查及處理臨時提案 並且進行協商 同時請議事人員宣讀條文及提案 協商中不休息 至兩次 委員 鄭天才等二十人 擬具有限廣播電視法第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四十五條第二項第四款修正為百分之十 捐贈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直播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 其均與現行條文相同 修正動議 第四十五條第二項修正為 第三款百分之十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四百分之十捐贈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直播客家電視台節目 第二項修正為兩年內 修正為兩年內 有沒有意見 可以齁 沒關係 什麼意見 改兩年沒有意見 但是我有另外一個臨時提案 請大家一起處理 OK 第四案我們就照案通過 好不好 那修法說明欄裡面 第一個是 移花東地區 修正為移花東 及金馬澎 離島地區 金馬澎湖 金馬澎湖喔 金馬澎 離島地區 好不好 好 好 那麼這也通過 那麼 第一案呢 第一條 第二項修正 修正動議通過 有沒有意見 能不能做得到 文化部 這邊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委員提的就是 修改的就是各百分之十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有關公共電視這個部分 我們建議還是維持原來有線電視捐贈給公共電視的比例 剛才李鴻君也有意見 那我們第一案 四個地方拿出來分 對啦 裡面分 分得很多了 不是 我們是地方政府拿出來 地方政府40% 那他們又拆了 拆為31 31有沒有 我們金馬馬祖應該也分 沒關係 我們希望維持原來公共電視30% 好 這個令折旗繼續審查 好不好 謝謝委員 第三案 第三案有沒有意見 第三案有沒有意見 蛤 拿麥克風來 因為廖世保委員提案了 他沒有 今天沒有在場 那個報告委員 那那個第56頁 教育部這邊 因為他有說 要在高級中等學校以下 來編資訊的這個正式的課程 然後還有等等 那這個部分 跟各位報告 我們高中的那個 資訊課程已經是必修了 現在已經是放在必修裡面 那至於說專科以上跟大學原則上 教育部是沒有辦法幫他們定課綱 因為依據大學法 這個是 這個教學自主的 教學自主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就是 建議就是刪除 好了 這個 另外折旗繼續審查 好不好 好 這法案的部分試看 這樣好啊 好 實主委 一名 一名 好 要臨時提案 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念一下好不好 第一案 MCC委託電信技術中心辦理行動上網樹立評量 本年度的量測結果即將於7月份期末報告公布 為使消費者對於政府公共網路輸入 報告主席跟各位委員 那個123 6 都沒有意見 請照案通過 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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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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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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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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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這些都不要了齁 那就照我們鄭寶貞委員所提 是不是把那個後面的文字 提出解決方案 原提案要求NCC6個月內提出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鄭寶貞委員這樣提議可以嗎 好 我們休算通過 好 我們休息了吧 還有啊 你幹嘛 你要講喔 可以嗎 那給你講 講五分鐘喔 那是誰 還有哪個休息 有啦 還有哪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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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哪個休息 沒有啦 有啦 都有啦 都好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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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了五分鐘 你不要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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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裡作成決議 列入記錄 二 如果有委員對提案補簽的話 列入記錄 第一個 1. 委員與執行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覆部分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相關單位盡數與書面答覆 2. 第13案定期繼續審查 3. 第24案審查環境 你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陳雪生補充說明 好 因觀眾要求 還有三位委員 抱歉 剛才我們今天處理的速度很快 而且大家都很節省時間 抱歉好不好 那現在給你們三位委員每位五分鐘好不好 現在請袁寬恆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主席我想請我們NCC市主委 謝謝 也häng哪個最前市書的他經營 丁為好 主委今天新聞 常常地震都停了 但是這個警示簡訊瘋狂跳針 所以我想我們NCC五月份推動的 這種災防告警細胞廣播的訊息服務 在5月6號這個下午的時候 花蓮發生的這個4.7級的地震 但是我們的民眾同一則訊息接到8次 接到8次 那晚了兩天 晚了兩天還在傳送 所以我想利益良好 但是首次這種測試就突出 我想是說我們要希望NCC五月份要盡速改善 不要說變民變成老民 那我想接下來言歸正傳就是說 請問主委就你的認知 有線電視它有沒有沉香差距 有沒有分蛋黃蛋白這種區分 可能比蛋黃蛋白還嚴重 因為沉香的差距很明顯 沉香差距很嚴重 大家看我們的週刊報導說這個 已經有線電視已經進入這個肉搏大洗牌 四大業者已經這種砍到劍骨 那就我們現在來講 都會區的民眾 他可以享受到這種 自由化競爭之後的這種民眾得到的利益 那不只是品質可以提升 然後價格又調降 本來一個月大概要五六 全省每一區的價格都是大概落在五六百塊錢 那現在新北市台北市已經砍到 剩下兩百塊 兩百塊就最低的到兩百塊 所以說在都會區很明顯的 他可以享受這麼樣子的一個良好的這種利益 除了說生活便利啊 交通這種生活機能 食育住行 連娛樂都比我們這種中南部的這種 非都會區高了一等 所以我想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一樣 繳了這種稅金都一樣 是不是變成一國兩制 變成差別待遇 是不是違反了這種公平原則跟信頼保護原則 請教主委 我那觀察呢 確實是現在慢慢會形成的一種新的趨勢 不過台中市林市長也滿在意 會引導這個有限環境的改變 那其實大台中市現在也慢慢進入競爭的狀態 也有一些新的業者提供跨區的服務 那當然我們希望是系統要建得更好 然後服務品質要上升 不是單純的殺價競爭而已 那可能也要請委員給我們就地 提供更好的資訊 看台中市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 我們可以做哪些個努力 那台中也可以拉近這個 跟台北這兩個都會 台北新北都會區的服務條件可以更為接近 如果六都的話當然在這種自由競爭的 這種制度下面 我們民眾可以享受到這種 這種價格優惠跟品質提升 但是如果在這種 就是說非都會區 他就沒有業者願意去競爭 那所以民眾他只能夠 可能只有一種選擇 可能只有一種選擇 所以說你只要在都會區 在這種淡黃區 他就可以享受到低廉的 價格跟好的品質 但是在 比如說比較鄉村的 比較農業縣市的 他就沒得選擇 他就被逼的一定要付高額的價錢 然後這種 收看這種 可以說是比較不好的 這種品質跟畫面跟資訊 那所以我想 主委你可不可以說提供一個方法 還是說一個方式說 讓這些淡黃區 就是都會區之外的這種 這種縣市的鄉親 這種居民 觀眾 能夠 能夠 除了在 能夠有一個機會 或者一個 能夠享受這種 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答應 這個可能還是要逐步慢慢的擴充 確實沒有辦法一切之間改變 不過呢 現在包含這個 電信業者也可以提供 固網寬頻跟行動寬頻 進到很多 原來沒有這些寬頻服務 多頻到視訊服務的地區 第二個呢 像是嘉義市 嘉義縣跟台南市 都已經完成全面數位化 所以它的服務也慢慢跟上 而且甚至會超越都位區 那我提供一個 就是說如果 在非都會區 推動這種分組收費 你覺得可不可行 會比較吃力 會比較吃力 但是他們唯一的方式就這樣 因為只有一個月者 只有一個選擇 所以我不需要花五六百塊 去看一百個頻道 因為我看不到一百個頻道 一般人他只要十個頻道 十二個頻道就夠了 所以用這種分組收費 是不是可行 委員說的確實是好辦法 我們會納入 我們很快就會報到 大約來的分組付費的辦法的規劃當中 好 請主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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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續請樓明財委員發言五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 出了習慣大家好 主席可不可以請主委 請主委 謝謝 主委你好 這時代進步可以說是科學 與之俱進日新月異 在那麼一個快速的情況之下 大家的生活習慣也改變了很多 我想請教主委 你現在手上手機有幾支 公務一支私用一支 兩支 我看很多現在大概立法委員 很多都是三劍客 三槍匣 帶著兩支三支 現在基本上叫多平台 甚至於用pad 或是其他的通訊裝置 對 這個有沒有研究過啊 用那麼多的這些新的東西啊 對腦波啊 對於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啊 有沒有什麼影響啊 我看現在好像全世界有一個 一個方向 最明顯的趨勢就是大家吃飯的時候 只看平板不看對方 這是最直接影響 而且連現在電視看的人 也因為年輕世代沒人在看電視啊 面對這樣的情況 有時候走路啊 人會撞人 以前說人怎麼會撞到人啊 真的人就撞人啊 人撞車 車撞的亂七八糟啊 這方面使用上有沒有要加強管理啊 或者主委你要不要提倡一下 哪一天啊 定一個 我們以前不是愛護地球啊 無電日 或者把電關掉 我們是不是推倡一天啊 大家都不要用手機 像母親節到了啊 昨天看那個用餐的地方啊 母親節在吃飯 然後每個人都滑手機 也難得一天三百六十五天 難得可以坐下來跟媽媽對談 交流一下 結果每個都是來拍照 拍完照回去各吃各的 然後 很多餐廳女性都鴉雀無神 大人小孩通通在玩手機 主委這樣子 生活改變這樣不大好吧 有什麼可以使得上禮啊 一個時代都它不同的景致啊 我看過更有趣的是 在火車上呢 兩隊就坐在面前的情侶 直接用他們手機對談 對 這是不是因為吃到飽啊 造成大家啊 就是浪費地球的資源啊 反正吃到飽啊 我就拼命用啊 那事實上我聽說 穿一個簡訊 是不是等於是多少 耗掉多少能源啊 還好 還好 是 一則簡訊 網路取代馬路呢 製造的污染少 而且能源效率也比汽車要高很多 對 這是一個理想啊 可是這邊垃圾簡訊 實在太多太多了 我們每天早上起來 光是說你早你好 大概一百多則 沒有必要嘛 早上也要問好 然後晚上 晚安 不斷地重複啦 事實上我覺得這個 垃圾簡訊 罐頭簡訊實在太多 有沒有辦法篩選掉 或者是 關於如果是 非經邀請的商業電子簡訊呢 確實有曾經要立法 有關於所謂的Anti-Spend Act 這一點呢 在很多國家有類似的規範 那我們現在的惠略無法裡面 有特別就網路使用行為 未受邀請訊息的推出 應該有適度的規範 我想要加強規範一下 使用這些 這些先進的通訊設備 手機等等 是要讓生活更好 而不是被手機綁架 我覺得像我們那個 像現在司機吃到飽 都不斷地推出 事實上我覺得消費者 也是被綁架 有一點聯合壟斷的感覺 我們可以發現 那主委你看 台灣大哥大 中華電信 還有哪一家 遠傳 遠傳 不知道主委有沒有看過 他們每年的獲利的情況 都還蠻亮眼的 EPS大概都是有沒有接近5塊 有高有低 有時候比這個低 那高的呢 也到這個數字左右 左右嘛 那歡迎說 他一個股本 假設是100億 他一年都賺50億 這個是不是暴利 EPS應該是每股存益 所以呢 那個股份一張是 七八十塊到一百多塊 五塊還不算那麼高 不是 你如果說他股本是100億來看 他等於一年就賺一個 半個股本 就賺50億了 那股價可能70塊 100塊 那是他漲上去了 那表示他 整個資本市場的利得 他股票漲了 他獲得價值更高了 而且這個等於是壟斷 半壟斷 他們都是禁價取得資格 而且都跟其他業者相對 才有市場 市均賣掉了以後 那個錢現在跑到哪裡去了 全部都進入國庫 那可不可以在 我們未來 現在講的這個災害 預防預警系統裡面 撥一點經費出來 來幫助 已經做了 這一次在這個烏來 蘇提勒颱風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 裡面全部訊息都是中斷的 大概第三天 院長才有辦法我們陪他進去 貓院長的那個時候 希望在這個 這個之前的 這預警 可以落實 包括土石流 包括颱風等等地震 能加強 把它做完善一點 是每個環節都要加強 好 謝謝 是 謝謝 謝謝輪民財委員 市主委那個 吸菸有害健康 打手機對身體有害嘛 其實你們常常標明啊 這手機放在這裡對心臟不好 放在口袋又對腎臟不好 有沒有要標明你知道嗎 吸菸有害健康 有能力的人一隻就夠了 帶了三隻 好 我們繼續請趙正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那請石主委 請主委 謝謝 主委好 你吃晚一點吃飯 沒問題 羅明財羅委員講 他三槍俠 我只有單槍俠 那他一找一百多個 他不是簡訊 是LINE 我大概一千多個 好厲害 我大概想 等我沒有當委員的時候 沒有當民意代表 大概就不到十個 應該會 應該還繼續還有很多 所以說 這個時代科技不一樣 不同 我在想起來 我以前77年 在金門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是 是什麼戰地 連電話 公用電話都不能打 不是排隊 排隊還 還排不到 還不能打電話回來 那回來台灣半年休假的時候 大概松山機場一下飛機 打電話回去跟父母講說 我回來了 搞了半天 除了電話桶怎麼 頭臂的桶 口怎麼不見 結果有人換成卡片式的 然後人家說 阿兵哥你在幹什麼 我說打電話 怎麼找不到那個孔 原來是要換那個卡片式的 有沒有 所以時代在進步 通訊的東西也在進步 我剛才請教一下 那個緊急災變頭部推波系統 這個熊本地震了 有沒有 那我朋友在日本 剛去玩 他馬上 就是地震前15秒 他收到這個 這個緊急災變系統 應該是在地震之後 對對對 震波還沒傳到 對他已經收到了 我們台灣他3月1號以前 以後買的手機有沒有 他會有一種系統 四機的嘛有沒有 他就會收到這個系統 那7月1號就開始的話 如果你買這個手機 一定會有配這個系統 對不對 那那個我請問一下 那3月1號以前買的手機 沒有這個系統怎麼辦 要下載APP才能用嗎 跟委員說明 就是所謂的OTA是 Over the Air 那會透過遠端的方式 會下載軟體 會修改它原來的服務 提供的方式 就會補強這個功能 那CPS呢 CPS是指整個網路的系統 那指手機要搭配 這種相應的程式 之後才可以用上 那我請問你 那我們帶的手機 是台灣的手機 到日本 它為什麼可以收到 那是因為 所有的手機都有不同國 進入不同的區域販售的時候 它會對服務 符合當地的要求跟規範 那所以手機都會有 認驗證的程序 那我們為什麼做不到這個 因為我們第一個 我們要提供這種 源頭的這種資訊服務 要從政府端 要建立起這個平台 然後訊號的規格要統一之後 那手機這邊才可以 對應的可以收到 那日本因為整套的建制 比較早起步 所以每一個環節連起來 我們現在把每一個環節 一個一個連起來 我們不能跟日本 並家局 至少要迎頭趕上 對不對 是不是 應該努力追 應該努力嘛 是不是 應該快一點 是 那我看你當主委 你認為說 你NCC帶得很好 動作資訊 還是一些科技都趕上時代 為什麼這個東西 趕不上時代 我覺得NCC還要加油一下 請問一下 今天有沒有地戰 如果是無趕的 每天都有 有趕 某幾期以上的 以台灣的情況來說 也會蠻頻繁的 今天有啊 2點09分就有了 那有收到的 我問他們 原來他們沒有下載APP 如果沒有下載APP的話 就根本收不到 我覺得花那麼多錢 在辦這個東西 尤其中央氣象局有沒有 你花那麼多錢推這些東西 一定要有一個成效 剛才講的 日本 我們的系統 它早就整合了 它的系統只要進入它的地區 就可以用 而且它光鋪這些光纖有沒有 監視地震的儀器就上千條 我們的速度 還有我們的品質 還有我們的監測的數量 也沒有日本多 我覺得這個我們在台灣 也是屬於多地震的地帶 還是要多花一點時間 多花一些精神金錢 來建置這些地震監視系統 對不對 剛才李委員說的非常專業 其實現在台灣就是那個 菲律賓海溝 就花蓮東部外海 我知道外海 只有海溝的部分 那個比較容易 你本島的地區沒有嗎 報告委員 如果是在陸地上的斷層 可能可以爭取的時間比較短 比較短對不對 也比較 技術上也比較難 我剛才我知道 剛才委員有談 說海溝的部分 我們有建置到 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水波的問題 我們馬上就可以偵測 如果陸地上 P波跟S波傳遞的數量 就沒有 我覺得陸地上 我們要多加油一點 我們斷層好幾條 你也很清楚 太多了 太多了 還是要多加油 還有一個數位落差的問題 我想今天修法 還是修這個問題 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很多人你說你的報表上面 你看我們排第16名 然後整體網路又 你看又第14名 然後價格還第4名 你看看多好 數位落差還是沒有很進步 這個城鄉差距還是有 這個我們還有大概400多萬人 還是不懂得用這種手機 或這種網路 我覺得還是要多多給他提倡 多多給他數位化 好嗎 是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趙正義委員 我們最後一位 葉宜金委員發言 請石志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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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石志偉 葉文好 主委好 是 我們這個防災警告傳播系統 4G5月1號開始 但是事實上呢 現在4G的使用用戶並沒有很多 其實還是3G最多 2G還有一點點 是不是這樣 你很清楚 慢慢在移轉 確實還有2G跟3G的用戶 是 但是呢 是這樣啦 你的意思是3G以後都會變4G了 所以應該4G建置了以後 未來 越來越多人可以使用到災害的預警 應該也不到預警啦 就是比較可以廣播傳播訊息 不過呢 我還是要再請教一下 那你這個範圍是全國性的 還是也可以有區域性的 跟文報啊 那個所謂的細胞廣播就是指每一個記憶台所在位置都可以傳輸那個記憶台特殊的訊息 畫的就看不出特色 非常好 我認為 應該要做到可以區域性的 當然全國性的最簡單就一次出去全部 但是區域性呢其實更重要 那再來我再請問問 那現在是只有地震有做這樣的處理對不對 目前是中央氣象局把他的地震速報跟地震報告的訊息很快就撒出去 好 除了地震以外 目前只有地震 對不對 跟文報那個經濟部呢就那個汛情就是水情的部分它也有LBS 就是以區域為主的 這個就是我要再來問的 水災因為台灣很多颱風或者是甚至我們是荒溪型的就很容易有水患 水災希望下一步就趕快也能夠建置起來 好 那你預估什麼時候可以 各位報告如果不是 還是只有中央氣象局給了你們就OK對不對 我們這邊只有一個往下傳的網路系統 好那我們來要求水災 土石流也一樣 是 土石流水災甚至於這個可能換環保局了 不是中央氣象局 空氣品質 對 毒氣 除了空氣品質PM2.5或者是空氣品質以外 最近台大什麼實驗室出了事情 或者是 真的很可能 就是哪個地方突然有某種有毒的氣體爆炸 或者哪個化工廠等等之類的 我認為為什麼我一開始要問你說區域性的 這個可能跟環保署你們也要趕快去接洽一下 我們在場有很多事物觀 也一樣 就是說我們既然建置起來 就應該要充分利用 關於這個區域性的這種災害 其實這種災害有時候也是很可怕的 它傷亡的人數很難說 特別是在多會區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有這個預警 能夠廣播訊息能夠快速一點 另外呢 我剛剛說也許我還甚至比較能夠接受你 3G的用戶會很快就都換到4G 但是2G通常是一些比較上年紀的人在使用 而這些人事實上他更需要資訊的傳達 他對於資訊的取得是比較弱勢的 那甚至他的動作是比較緩慢的 他更需要這套系統來給他一點協助的 所以2G的部分呢 你們不要放棄好不好 各位報告它有技術上的障礙 真的GSM的系統沒有辦法傳遞這個CBS的信號 但是我們會盡可能讓業者去推動 不要讓民眾有額外負擔的方式轉到司機去 因為系統確實有功能上的限制 沒有辦法在GSM系統上傳遞CBS的信號 是嗎 因為你要一個老人家去換4G的手機 他有時候他會害怕 他對於這種電子產品呢 事實上他有一些是有抗拒的 但是我覺得反而這種人是更需要 資訊人取得是更困難的 是更需要協助的 完全沒有辦法補救嗎 我會請同學去研究 因為目前得到的訊息是非常困難 好 那我們還是再說回來 我們希望你很快的可以告訴我們說 所有的災害不只是地震 包括水災 土石流 毒氣 空氣 品質等等 都可以從這一套系統裡面 對於有威脅的災害 能夠盡早的讓民眾得到訊息 好不好 各位朋友 我們這邊已經是信息發送平台 需要中央災防機關那邊把信息整備完畢 我們就可以傳避了 這需要套部會的協調嗎 你們也要努力一下 是 我們會提醒的 謝謝委員 說明及尋答完畢 委員葉宜晶 另提書面補充意見 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散會 謝謝 我是明瞭兵 有關照片 我一直是 lance 一個 我根本都沒想到 個 有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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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各個 有關照片 判斷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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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